欢迎请同学翻开第100页 我们从上个星期开始探讨所谓的代义民主的特征 那么我们上礼拜所探讨的第一个特征是 所谓的对人民负责的政府 那么第二个重要的特征是关于所谓的政治竞争 那么我要跟各位今天开始上课说明的事情是 我们上个星期在讨论到这个 对人民负责的政府的部分 曾经课本的内容谈到了关于这个任期 如何的让一个民主的政府对人民负责 基本上很多的国家都是透过对于行政首长 任期的规定或者是说对于这个国会议员 这个任期多久就必须要改选的规定 来使得民众定期的有机会重新的做出选择 这是所谓的宪政主义或者是古典自由主义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 那么逼使所谓的这个民选的官员或者是代表 他必须定期的接受人民的检验 那么上礼拜我们曾经谈到说 但是这个在各国的规范有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美国他的这个任期 国会议员每两年或六年改选一次 总统四年改选一次 那英国的话是没有任期的 那么后来呢下课以后有同学来 给我看一个资料 那我回去查了一下呢 在这边跟各位做一个修正 那么英国刚刚修改过他们的相关法律 但是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影响深远的法律 那么要从下一届2015年开始实施 这是什么法律呢 叫做国会固定任期法 那么传统上我们的几十年来的 这个政治学的课本都教我们 英国的任期是不固定的 最长五年 五年之前的话 那么首相随时可以选择一些 适当的时间进行提前解散国会 重新改选 这是我们政治学他一直教我们的 但是从2015年之后呢 这个制度将改变 那这个制度改变之后 会不会改变了英国内阁制 几百年来的政治运作 其实还有待观察 那但他那个所谓的国会任期法 就是保障未来的英国国会任期 就是五年 比较不容易被轻易的解散 来使得英国的政治呢 能够更进一步的稳定 而不会随时的被解散 然后重新改选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那么当然他的正面 或者负面的影响都是存在的 都是存在的 所以呢英国他们目前也是 对这个案子呢 还是处于争论不休的状态 但是至少呢2015年开始实施 实施之后一阵子呢 他们当然还会在检讨 那么但是呢 他们这个所谓固定任期法 也就是英国国会以后 固定任期的五年 除非有两个前提之下 英国的首相还是可以提前解散国会 还是有机会提前解散国会 第一个呢就是说 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案 如果英国国会 对于英国的内阁 通过了不信任案 并且呢 替代的政府 没有办法形成的时候 这个时候首相还是可以解散国会 可是这个情况之下 我个人认为的话 那么关键就在于说 你的替代政府 可不可以形成 比如说 如果英国国会真的通过不信任案 理论上是蛮困难的 因为英国过去很少有不信任案通过了 为什么呢 因为都是由多数党组阁嘛 既然你多数党组合代表 你在国会里面拥有多数的势力 那怎么可能会通过不信任案 那一定是你自己的同党 或者同联盟的人 有人背叛 才可能会通过不信任案嘛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首相故意的 就是让他们的政党 没有办法继续形成新的政府的话 那当然首相就有机会来解散国会 可是终究呢 这样子的解散国会权 变成被动 有点类似台湾 就是变成被动解散国会 而不是像过去首相 随时可以主动的解散国会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对于国会相对而言还是有保障的 这是第一点 就是说当英国国会通过不信任案 而替代政府没有办法形成的时候 国会还是可以被解散 那么第二个 但书就是说 如果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国会议员同意 提前进行大选 当然这个情况也很难啦 那么要叫国会自己把自己提前解散 然后重新选举 这个理论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当然像台湾那更不可能嘛 我们花费 选举花费那么高 四年一次已经哀哀叫了 如果还提前解散的话 选举经费筹措不易 所以叫国会议员至少 并且还有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要把自己解散 其实也很难 但是英国目前的国会固定任期法的话 就是在两个前提 如果国会通过不信任案 而替代政府没有办法形成的时候 首相还是可以解散国会 第二个就是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国会议员 同意提前解散国会 重新开权的话 所以我想2015年这个制度实施之后 所谓的英国的过去的所谓的任期不固定的 这样子的百年来 不是百年来 几百年来的传统 可能真的会受到相当大的一些影响跟挑战 所以这个部分 因为这是最新的发展 我们课本也还没有更改到这个部分 所以我想呢 非常有趣的是 我查了一下 这个对英国而言非常重大的一个 这个宪政发展的一个 这个历史性的一个世界 在台湾的媒体好像没有人报道 我们的台湾媒体非常具有国际观 所以这个完全不报道这个行为 所以我们台湾也都无从得知这个东西 那很感谢同学 上次跟我提到这个讯息 那么当然在这边跟同学做一个新的修正 这是我们上礼拜课本内容提到的这个部分 所以现在的英国所谓的任期不固定 事实上已经有所保留跟调整 这是跟同学们做一些说明 好 那我们现在回到课本100页 我们继续来针对上个星期的内容 做进一步的一个探讨 跟我继续来针对上个星期 du渔 反正的? 所以,我可以解釋一下 我們今天繼續來探討 這個第六章 一個政治學裡面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關於所謂的政體 政府的體制 我們從上禮拜開始探討的是關於 所謂的代議民主的特徵 那麼課本上列出了 洋洋灑灑列出了十個特徵 所以我們把一個一個寫在黑板上 來逐一的做進一步的討論 那麼上禮拜我們首先介紹的是 關於所謂的對人民負責的政府 包含我們剛才所提到的任期制的規定 等等做了一些修改 那第二個就是關於所謂的政治競爭 那政治競爭當然 上禮拜曾經談到 也就是說所有的選民至少有兩個選擇 選民你有所選擇 就是無論是政策 或者是民選的政府官員 或者是民意代表 人民有所選擇 這才是所謂的民主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所以說一定要有競爭 有競爭人民有選擇 這個民主制度才得以運作 但是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事實上還有非常多的 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一些問題 那麼第一個我們要提出來的就是關於所謂的 像是這種所謂竭力榮源 就會使得一些政治競爭變得更為困難 那麼竭力榮源這個字呢 對於未來台灣的政治發展會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影響 那當然這個在美國也行之久遠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要做進一步的一個介紹 那麼所謂的竭力榮源這個Gerrymandering 我們當然國內上禮拜談到很多不同的翻譯方式 什麼竭力榮源啊 割裂選區啊 竭力滿德啊等等等等 不依而足的翻譯方式 比較常見的目前就大概竭力榮源 這是目前國內的政治學相關的教科書 似乎比較常見到的翻譯 當然這個並沒有 因為這只是一個英文的翻譯名詞而已 它的來源是這樣子 竭力加上榮源合在一起的一個字 那主要是美國在1812年的一個 麻塞諸塞州的一個州長 叫這個叫做Albridge Gerry 那麼他這個州長呢 利用他的州長的職權 對於他們的地方議會的選舉的選區劃分 來做了一些手腳 就是其實當時最早美國13州 剛剛獨立的時候呢 許多的一些權力是屬於州的 到今天為止還是一樣 我們等一下會說明 像美國現在的話選區劃分的話 在50個州裡面都有不同的規範 如何來劃分選區 那早期的話其實州長我有很大的權力 那後來逐漸逐漸的 可能由州議會來主導選區的劃分 或者是說在州議會外面 州議會任命一個特別的一個委員會 來進行選區的什麼 號稱獨立公正的委員會 來劃分選區等等 也可能由州長來任命一個特別的 一個委員會啊等等等等 選區劃分委員會來劃 所以其實美國的50個州 每一個州呢 都有各自不同的選區劃分的方式 這我們等一下會做進一步的介紹 然後呢當然也講一些實務的東西 對照我們台灣的狀態 來跟大家做一些這個說明 那麼而當時呢 麻塞諸塞州的這位州長 他就有很大的權力 來對他們的州議會的選區 來有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劃分的這個權利 那麼他就把一些對自己的政黨 比較有利的一些地區畫在一起 我們史上所說的這個 你的這個地盤嘛對不對 或你的版圖嘛 其實在台灣也有對不對 某些地區可能是民進黨的勢力 某些地區是國民黨的勢力 他把對於自己政黨比較有利的地區 把它串在一起畫成一個選區 所以選區畫出來的形狀呢 就奇奇怪怪的 所以他的這個選區劃分的方式 當時一公布之後呢 就馬上被媒體抨擊 尤其是當地的一個報紙 就一個漫畫家 就把這個這位捷利州長的 這樣子把選區畫得很奇怪的方式 用一個諷刺的漫畫來形容 這個諷刺的漫畫就把這個 他所畫的選區呢 就描述成像一個榮圓 榮圓是什麼叫Salamander 我也不曉得榮圓是什麼 某種兩棲長得很特殊的兩棲類吧 好吧 這個反正就是他把它畫 用一個奇奇怪怪的一個形式 然後呢甚至把他的姓 跟這個榮圓這兩個字合在一起 創造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字來諷刺他 然後叫做這個叫做Gerrymandry 那這個漫畫我記得在我的個人網頁的 那個就是我們政治學的那個 底下的一些參考的一些資料裡面 其中有一幅是這個 如果同學有興趣可以自己點進去看 那是蠻有名的一個經典的漫畫 那麼就是來諷刺他的這個劃分方式 那從此之後呢他就沒想到就名揚千古 這個永遠跟他脫離不了關係了 這個字就被創造出來 就是叫做一種劃分選區的這種很特殊的情況 以對自己一黨或者一己之私有利的 一種選區劃分方式 就叫Gerrymandry 那麼這個呢就是把這兩個字合在一起的 這是要這樣一個來源 當然這會影響政治競爭嘛 理論上每個人一人一票 但事實上的話 某一個政黨他就是會得利 這個叫做所謂節力榮源 而我們必須說明的是 那麼當然隨著美國也是一樣 從13週到現在50週 人口幾百萬到現在3億 那麼民治已開 那這種情況還是可能存在嗎 當然還是有的 那麼其實呢當然從制度面而言的話 一些制度性的設計 也更賦予了所謂的節力榮源 始終存在的一種空間 怎麼講呢 我們這邊稍微做一些說明 然後把我們台灣的狀況 也跟大家做一些這個說明 那麼美國我們也知道 它的憲法最早的規定呢 設計了兩院制 一個叫參議院 一個叫眾議院 參議院每週兩名 這沒什麼好說的嘛 對不對 然後不同時期改選 每一次改選一名 所以說全州為選區 所以參議院沒有什麼選區劃分問題 那麼眾議院當初所設計的 一個當時他所設計的兩院制 參議院就是代表各州 來監督聯邦政府 所以早期的參議員是由州長任命的 或者說州議會選舉產生的 他不是由人民直選 一直到20世紀初年才改成直選 所以最早的參議員他是間接選舉的 他是代表州 就像是州長的特使 或者是這個大使一樣 派駐在華盛頓DC 來監督聯邦政府也沒有胡作非為的 因為當時13個州 等於13個國家嘛 所以他等於說 他是州長的任命的全權大使 住在這個華盛頓DC的這個大使 所以他基本上都是州長 或者州議會同意的 這樣的任命的一個形式 那麼眾議員他是真正代表人民的 是按照人口比例產生的 當然就是當時 美國獨立之處的話 眾議員就每個州人口多寡嘛 大的州紐約啊 馬賽諸塞州選的眾議員比較多 小的州像什麼羅德島啊 德拉瓦這些州選的議員人數少 那麼當然隨著美國的 我們剛才所說的領土越來越多 人口越來越多 州議員 對不對 眾議員的數目 按照人口比例一直的成長 成長成長 所以眾議員人口 人數越來越多了 多到20世紀初年 大家已經覺得眾議員太多了 多到意識效率都會發生問題了嘛 我們說好笑點就是說 連這個美國的國會大廈都快坐不下了 對不對 都爆滿 那怎麼辦呢 所以後來美國到20世紀初年 國會就通過一個法律 把眾議員的數目就定個上限 從此不要再增加了 就這麼多了 好 這是1929年所通過的 我寫在黑板上 國會呢 在1929年通過這個法律 叫Reapportionment Act 就是所謂的這個選區重劃法 就是固定了 眾議員的這個原額 就是435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 不是上個禮拜 上個學期 給各位討論到選舉人團 他選舉人團數目怎麼來的 就是眾議員的數目 加上參議員的數目之合 對不對 就是435 加上參議員100 535 再加上華盛頓DC 比照一個州給他三個 所以是538嘛 對不對 票 那麼 眾議員就固定435 那435 那 可是你不可能固定不動嘛 為了反映各個州之間的人口移動 有些州人口越來越多 我們知道 像那時候20年代末期的時候 30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全美國最大的州 分到眾議員人數最多的就是紐約 當時的紐約有四五十名眾議員 當時的加州才有二十幾個 普遍的南部的州 人數都很少 可是我們知道將近一個世紀以來 美國的人口移動非常顯著 北方的工業州的人口越來越少 南方的陽光帶 還有加州的人口越來越多 所以為了反映人口的變遷 美國在這個法律裡面也同時規定 每十年根據人口統計局的統計結果 由國會來重新分配各州的眾議員數目 所以各州的眾議員數目每十年檢討一次 然後由國會來立法通過來決定 加州有幾個 德州有幾個 紐約有幾個 佛羅里達有幾個 由國會立法通過決定各州的數目 這個叫做Re-Apportionment 重新分配各州的國會議員數目 當然我們知道最新一次的 就是2010年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眾議員數目的重新分配 那目前已經是加州了嘛 加州目前已經分到了53位眾議員 加州已經分到53位 第二是德州應該是分到31位吧 紐約只剩下29個了 就是說這個每十年由國會立法 根據人口比例來分配各州的數目 但是總加起來都是435 但是我們也知道根據憲法 保障每個州至少一位 至少一位 那麼我記得根據最新的這個平均數的話 大概目前最新2010年這些分配的話 大概美國的中議員 大概一個中議員大概代表 大概70萬左右的人口 一個中議員代表70萬左右的人口 可是我們也知道有些小的州 人口根本不到70萬 好像阿拉斯加呀 什麼蒙大拿州啊 懷俄明州這些 人口好都是地廣人稀 人口不到 但是憲法保障每州一名 這個狀況各位了解就跟台灣一樣 對不對 我們的憲法裡面規定 每個縣市立法委員至少一名嘛 當然很論批評什麼 連江縣金門縣也有一名 美國也是一樣啊 美國這個阿拉斯加州 二三十萬人也是有一個啊 這個因為你不可能說 這個州人口太少一個都沒有 或是你把阿拉斯加州跟什麼 蒙大拿州合併讓它產生一個 那也不可能 所以保障每個州至少一位 但是總加起來是435 這是一個層次就是由國會 在美國的話是由國會立法 來決定各州的議員數目 然後好你現在加州了53個 10年前2000年那一次 加州那時候分到51個 那現在呢多了兩個 因為人口增加 多了兩個變53個 那怎麼辦 是由各州來決定 他的選區的重新劃分 好那個叫Redistrict 所以這是兩個層次 請注意就是選區劃分的話 第一個是由州 對不起由眾議院 每10年根據全國人口的 普查的結果 來重新分配 決定各州的中議員數目 那各的中議員數目 決定完之後 是由各個州自己 來重新的來劃分他們的選區 當然我們說 阿拉斯加州還是一個 那也不用劃了 反正就全州選一個 沒什麼選區劃分的問題 對不對 但是呢 你說像我們所說的加州 從51個變53個 那多了兩個劃在哪裡 事實上可能全加州的選區 重新都要檢討 重新要劃分 我們各位可以想像得到 這叫做千億法而動全身 千億法而動全身 那麼要符合這個 怎麼疆界啊 這個行政區的疆界 不要太奇怪啊 然後呢 這個要符合什麼行政啊 行政區的這個完整性啊 要符合歷史人文自然景觀啊 對不對等等等等 很多因素要考量 甚至歷史的一些因素等等 當然現在還考慮要族群的因素 這我們等一下還會再講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各個州的選區劃分的話 這個在目前在美國的話 還是都不一樣 各州的做法 因為這各州的權責嘛 50個州做法都不太一樣 我們剛才說過 有些州 州長還是有最後的否決權 那大部分是由州議會來主控 州議會來劃分選區 那有些州會授權另外一個什麼 選區劃分委員會等等等等 各式各樣不同的劃分方式 那我記得2010年那次劃分 還有很有趣的 我自己以前念書的地方德州 那麼德州的這個 我記得是他的這個劃分的 是在這個議會裡面 是由這個民主黨據多數 所以民主黨具有主導的地位 怎麼樣劃分選區 那共和黨的議員呢 就拒絕背書 後來共和黨議員集體出逃 全部跑到墨西哥去 然後全部被抓回來 回到議事這個議事庭 再重新劃分選區 他們鬥得也非常非常兇 當然也經過了這麼多年 將近一個世紀的 每10年的重劃 所以上禮拜我們也曾經說過 其實到了現在 美國的國會議員 眾議員的選區 百分之八九十 都已經是沒有競爭性的選區了 對不對 這個 某些選區固定的 都是民主黨當選 某些選區固定的 都是共和黨當選 當然他共和黨的那邊 當選了兩任 三任 四任之後 這個地方大概要擊敗法也很困難了 同樣民主黨也是一樣 所以事實上到了現在 435個選區裡面 可能有將近400個 都已經差不多固定了 各黨的勢力差不多也都畫出來了 也可能是 這個可能是 雞生蛋 誕生雞的問題啦 當時畫的時候 可能就按照各黨的勢力 做竭力容援 每10年搞一次嘛 對不對 然後也因為如此 也可能是因為 當時印象各黨的勢力畫面選區 然後各黨在這邊 在努力的苦心經營 那很多年之後 這個他的選區也不容易被擊敗 所以其實以美國來說的話 這種政治競爭 回到這個主題 其實看起來是有這樣的形式 可是在實質上的話 政治競爭呢 也是被很多人所挑戰 那其中一個很大的因素就是我們所說的 政治學上非常重要就是關於 所謂竭力容援的問題 那這是美國的劃分過程 那回到台灣 我想我們在台灣還是了解我們台灣實際的狀況 以立法委員來說的話 我們台灣其實在2004年之前 我們採取的是複數選區 這我們上學期最後上課談到嘛 對不對 我們是複數選區 所以立法委員的選區基本上問題不大 問題不大 那麼也就是說按照人口增 因為我們是以縣為單位 所以每次按照人口的增加的話 調整立法委員的總額的話 比如說 這個過去 這個是161 第二屆國大立法委員161期 到了三屆立委是變164 那增加了三席 就看哪個縣市人口增加比較多 就給他等等 那後來呢 這個97修憲之後 立法委員固定是225 這是我們97修憲之後 固定立法委員225 我寫在黑板上好了 從97修憲之後我們 9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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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97修憲之後我們98年 2001年 2004年 三屆的立法委員都225名 可是我們的不太一樣是我們的立法委員總額是定在憲法裡面 憲法裡面明定 那定在憲法裡面當然要改就很困難了嘛 對不對 要修憲彈何容易啊 那但是那時候我們就是這樣子 那需要注意的部分我們的區域立委168席 這按照每個縣市也是一樣保障至少1名 對不對 然後每個縣市按照168名來分配 所以當時是尤其是複數選區 所以呢 基本上選區劃分也不是太大問題 舉例來說 好當時97的98的時候呢 台中市本來是應選7名 應選7個立委 那就是我們複數選區嘛 可能有20個人參選 每個人投1票對不對 單季非讓人投票嘛 每個人投1票 然後呢得票最高的前7名當選 那麼到了2001年 台中市因為人口增加了 多分到1席 當然因為依萊就少了1席 就是每個縣市之間做調整 台中市從7個變8個 那本來是前7名當選 那現在就前8名當選 那還是230個人競選 然後每個人還是投1票 那最高的前8名當選 那依萊本來是前4名當選 變成前3名當選 就是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是每個縣市為選區 問題不大 這是在過去的狀況 那麼 到了2005年修憲 確定了2008年的立委選舉呢 改成了單一選區兩票制 各位都非常熟悉 單一選區兩票制之後呢 問題就來了 我們現在是113席 我們現在113席裡面73個區域的 然後我們這次定在憲法裡面 所以以後要動也很困難 113個立法委員裡面 其中有73名由各區域產生 然後憲法裡面也明定 每個縣市至少要有一名 每個縣市至少有一名 所以我們剛才說過呢 那麼按照目前來說 上一次的話 我們2008年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大概 2300萬人吧 各位可以算算看 大概產生73位區域立委 所以每一個立法委員 大概代表32萬人左右 每一個立委代表32萬人左右 這個所謂的民眾的民意 所謂民意那麼一個立委代表32萬人 那麼但是呢 台灣的很多的縣市人口不足32 我們該說金門啊 連江啊等等這些 都不足32萬人 那理論上我們這個選區立委的劃分 如果各位還記得的話 我們也是採取最大餘數法 採取最大餘數法 換言之如果你有32萬人 至少有一席 對不對 如果你有64萬人 你至少有兩席 那問題是 如果你有40萬人 那怎麼辦 你是一席還兩席 那就比各個縣市比那個餘數 看誰的剩餘的餘數大 各位了解意思嗎 餘數大的可能就多 如果還有剩下的數目 就多分到一席 所以呢那時候 最虧的有兩個縣市 一個叫做新竹縣 一個叫做宜蘭縣 因為按照人口計算 這兩個縣市都是四五十萬人 可是他們還不到64 還不到兩個配額 可是一個配額32又超出很多 但是按照這樣大家分一分算一算 他們只分到一席 所以目前新竹縣就一席立委 他們雖然人口有五十萬 一席立委 那宜蘭縣人口也大概五十萬左右 一席立委 那他們就說嘛 你看到連江才八千人也一席立委 那五十萬也一席 就是這樣分過來的 好 這是一個我們所謂 目前發婚的方式 那回到當時2008年 2008年我們第一次 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實施單一選區制 當然席次減半了嘛 以台北市為例 台北市過去的立法委員 在2004年之前 台北市區域立委總共有二十位 分為兩個選區嘛 北區南區各成十位 總共有二十位立委 選區 這個席次減半之後 台北市目前只剩下八個 只剩下八個立委 並且是單一選區制 因此全台北市 要劃成八個單一選區 怎麼劃 誰劃 那個過程 各位其實蠻有趣的一個過程 我這邊稍微說這個故事 我記得我上學期稍微提到一下 還是把它完整的故事陳述一遍 當時2008年的立委 按照我們憲法規定 要在2008年2月1號要就職 那按照其他相關法律的規定 選區劃分致辭於新的立委 就職日之前一年前要公佈 換言之呢 2008年2月1號選出來的立委 後來是2008年1月14號做立委選舉嘛 2008年2月1號就職對不對 之前也就是2007年的2月1號之前 必須要公佈新的選區 你不能說要選了 立法委還不曉得選區在哪裡 對不對 所以在2007年1月31號之前 行政院要曾經總統 正式的公佈新的選區劃分方式 所以那時候呢 在2007年如果各位回去那時候 看看翻翻當時的報紙 2007年1月最熱門的話題就是選區劃分 當時的一個做法就是 中選會授權各個縣市的選舉委員會 好舉辦 其實這從2006年開始了 舉辦各種公聽會 好來聽聽各方的意見到底怎麼畫 台北市要八個那到底該怎麼畫 對不對 那麼然後台中市從八個變成三個 那三個選區到底怎麼畫 好以台中市而言的話 有些人主張北區跟北屯要畫在一起 有些人說no no no 北屯北屯區要跟西屯區畫在一起 有些人說西屯區要跟南屯區畫在一起 各種方案都有啊 基本上就符合大概一個選區大概32萬人左右 上下大概不超過10%的這樣子一個原則 所以每個縣市選舉委員會都舉辦公聽會 聽聽各方意見 那次公聽會很有趣 當每個縣市舉辦的時候呢 所有該縣市選出來的立法委員幾乎都到齊 很少有立法委員那麼熱衷參加縣市的公聽會 因為那都跟攸關自己未來的生命啊對不對 非常熱烈 比如說台中市的公聽會 哇所有的縣任立委幾乎全部到齊 每個人都各有主張 其實每個人主張其實都有個人的選區考量 以前的立委都是全 像以台北市而言 全台北市的北區選出來的嘛 但是現在你只需要在某一個特定的 兩三個行政區選而已 那麼以台中市而言的話 你可能是過去是全台中市都要設服務區 但是未來你可能只需要服務北屯 北屯跟北區的人而已 所以呢 這個時候怎麼劃分每個人都很關切 那關切完之後呢 後來當然每個縣市委員會 理論上就是聽取各方意見之後呢 他們提出了選區劃分草案 這所有的選區劃分草案呢 不是所有縣市委員會都有爭議啦 因為按照當時的規定 台灣有十個縣市只選出一名立委 那個沒有問題 像是台東 花蓮 宜蘭 基隆 新竹市 新竹縣 嘉義市 澎湖縣 金門縣 蓮江縣 這十個縣市只選出一個 沒有選出劃分問題對不對 其他的除了這十個縣市之外 每一個縣市都必須要提出選區劃分草案 然後呢 這所有的縣市所提出的選區劃分草案 送到中選會 每一個方案 中選會並且規定只能提出一個 你不能說推委責任 提出兩三個方案 讓曾經上級決定對不對 每個縣市規定只能提一個 可是到最後還是有一些縣市 提出兩個以上 因為實在擺不平 比如說台北縣 台北縣過去選出二十八個 縣市只剩下十二個 怎麼畫成十二個 那麼大的台北縣 畫成十二個 後來還是提出兩個 後來但無論如何 這所有的方案送到中選會 中選會將這所有的方案 全部都不滿意 每一個縣市 沒有一個縣市滿意的 全部退回 每個縣市重新召開公共聽會 再提出方案送到中選會 中選會 中選會還是不滿意 後來中選會自己畫 中選會全部畫完之後 曾請行政院合定 行政院會通過之後 送請立法院 我們跟美國類似 要由立法院做最後決定 最後立法院 對於經過這麼複雜 通過到立法院的 最後立法院吵成一團 每個立法員都不滿意 對他自己選區都不滿意 後來立法院 對於行政院所送過來的版本 全部都不接受 那最後怎麼辦 最後按照我們相關規定 最後如果實在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如果有某些少數縣市 實在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按照法律的規定 是由立法院院長 與行政院院長協商解決之 那最後多少縣市不滿意呢 全部 除了那十個縣市之外 全部都是由立法院院長 跟行政院院長 因為這實在攸關至關重要 協商解決 當時立法院院長叫做王金平 當時行政院院長叫做蘇貞昌 也就是現在的民進黨當主席 結果他們兩個人協商解決 討論了一次沒有辦法解決 討論兩次 一直到1月31號之前 一定要定案啊 怎麼辦 其實那時候有兩個院長其商解決的時候呢 立法院院院長所代表其實就是國民黨的版本 行政院院長那邊所代表就是民進黨的版本 爸家各有堅持 然後呢 每個人後面都一堆幕僚 據說啦 當時雙方在協商的時候 後面一堆幕僚 每個人都帶著所有的地籍資料有沒有 所有的人口數 還有一大堆計算機在那邊算 政治最後搞成這樣子耶 對不對 靠計算機來決定 這還不 最後怎麼樣呢 實在 版本差異太大 好 比如說 到了最後每一個縣市 立法院院長跟行政院長都沒有辦法決定 好 舉例來說 屏東 好 這蘇貞昌最關切的屏東的選區劃分 三席 怎麼劃 民進黨與民進黨的版本 國民黨說這樣不行 主要差異就是這個屏東市本身 要不要 化成不同的選區 因為屏東市如果化成單獨選區的話 基本上是國民黨的選區 如果把屏東市跟其他地方合併的話 可能 那三席全部民進黨 如果你把屏東市跟其他周遭 對藍軍有利的化成同一個選區的話 國民黨會在三席裡面會有一席的機會 所以就是3比0跟2比1的差別 那就差一席立委 那最後雙方各有堅持 那最後屏東市怎麼辦 後來兩個人用抽籤的 最後呢 王近平手記好 抽到國民黨的版本 所以現在的屏東縣 三席裡面國民黨有一席 到最後用抽籤的 我們好像剛才也不用教了嘛 這是我們最後的決定 2007年1月31號的決定 後來有兩個院長用抽籤決定 可見到這個問題多被嚴重 各位請注意 那時候是由民進黨執政 下一次選區劃分的時候 如果是由國民黨執政 然後國民黨立法院多數 那行政院長立法院長還有什麼抽籤 那不用了嘛 國民黨的行政院長 跟國民黨立法委員 立法院長大家關前門來就決定了吧 對不對 那民進黨一定不立嘛 對不對 所以你怎麼可能選區劃分到最後用抽籤呢 變成這樣的話我想這個以後會有很大問題 但是目前還沒有法制化 未來我們的選區劃分 其實呢 因為這個問題各位可以想想看 2008年那時候73個選區都劃完了 我們台灣有沒有隨著人口增加 變動的可能性 對不對 嘉義 台南 雲林的人口可能逐漸在減少 新北市 桃園市 即將成為桃園市 台北市 台中市人口會一直在增加 所以可能若干年以後 台北市可能平均一個選區 可能有40萬人了 那可能雲林縣只剩下一個選區 只剩二十幾萬人 所以還是有個不公平的情況 所以美隔若干年 還是要跟美國一樣 美國是很清楚的規定 五任眾議員十年選區重劃 台灣呢 台灣以前沒有規定 直到上次的五都選舉的時候 因為高雄市跟高雄縣合併 那人口一算高雄要少一席 那台南市跟台南縣合併的時候 台南應該多一席 然後呢 那時候應該把高雄 少一席 花到台南去 大家都傻眼了 高雄要少哪一席 事實上高雄的 跟高雄縣合併之後呢 全部應該要重劃 那台南當然很高興 哇我們不小心多了一席 對不對 大家開始磨刀貨貨準備選舉 可是後來最後大家協商 暫時不要動 以後再說 但是以後這個問題還是要面對啊 對不對 若干年之後還是要重劃 所以我們以後台灣也是一樣 以後以前沒有這個問題 以後呢 Jerrymandry在台灣一樣會出現 上次已經很嚴重了 搞得最後用抽籤的 那以後呢 比如說台北市 現在八席 大致上 比如說大安有一席對不對 文山有一席 等等等等 然後其實那些劃分之後 爭議也很大 比如說 傳統上台北市的八席裡面 部分的選區可能對民進黨比較有 勢力範圍比較大的 比如說大同區跟士林區 所以那時候就有各種版本啊 你大同跟士林要不要畫在一起 如果你大同跟士林畫在一起的話 那一席可能民進黨一定會穩拿 或者你把什麼大同跟中正區畫在一起 等等就是你怎麼畫嘛 那如果你把大同跟士林刻意的分開 那可能民進黨一席都沒有 那最後畫面的結果是士林後來被 士林區被拆成三份嘛 所以這都跟各政黨的切身利益 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好 那我們這樣說好 既然好不容易台北市畫成了八個 奇奇怪怪的選區 下一次台北因為人口增加變成九席 請問那一席畫到哪裡 我會告訴各位如果台北變成九席的話 台北要進行選區融化的話 目前的八席全部都會改變 全部都會改變 然後呢 當然這個立法委員都很關切啊 你要什麼時候決定 對 我現在每天跑 昆章起庆 跑得那麼辛苦 跑了三年之後 選舉前一年突然 選區一劃分 我的選區少了三分之一 對不對 我的三分之一就劃到別的地方去了 那我這邊劃了又多進來一些人 我完全沒有服務過的 那對他當然有影響啊 這每個立法委員都會有影響啊 對不對 像那時候劃分 我們舉兩個例子 2008年的時候 對不起 我這邊又多劃 因為這跟我們台灣 其實未來政治發展 非常有密切的實務上的問題 2008年劃分選區的時候 台中市就出現一個很有趣的選區 這個上個月剛剛選過嘛 就是我們台中市的第二選區 因為某嚴信立委 陰暗要入獄 所以要重新改選 那個選區很有趣啊 台中市的第二選區 基本上呢 我們在台中熟悉 其實我們叫大烏龍選區 好 就是大陸烏日龍井 我們合稱叫大烏龍 那麼大烏龍選 除了大陸烏日龍井之外呢 因為大烏龍是傳統的現議員選區 現議員就是大烏龍畫在同一個選現議員的 但是因為立法委員人數比較多嘛 所以又把旁邊的殺戮畫進來 殺戮畫進來是嚴棄標一定堅持的 為什麼 因為殺戮是嚴棄標的大本營 這一次他的兒子也在靠著殺戮翻盤嘛 所以殺戮特別畫到大烏龍裡面 然後呢另外 這樣算一算人口 還是不到32 其實那時候大烏龍該跟誰合併 有很多版本 有些人主張應該跟那個什麼 霧峰啊 大禮啊合併 有些人主張什麼跟殺戮啊 甚至無欺裡面 反正有各種各樣版本 後來元金標的主張獲勝 大家都尊重他 好 那麼 所以呢 殺戮就是跟大烏龍畫在一起 人口還是不夠 所以硬是把怎麼樣 把台中有一個地方叫大禮市 把大禮的兩個禮 特別把它挖進來 補到這個地方湊足32萬人 那兩個禮就很無辜啊 我們大禮對不對 選什麼都是同一個選區嘛 選市長啊 選縣議員 大禮就是人口蠻大的一個城市 但是硬是把兩個禮 挖到 霧峰跟那個大烏龍併在一起 但是那兩個禮的 他們說他們就像孤兒一樣 對不對 我的管區 我的這個 比如說警察局的管區啊 護政事務所啊 甚至縣議員啊 對 都是同一個選區 可是選了立委的時候 我突然要投另外一個地方的票 所以就很奇怪 就是硬是把大禮挖過來兩個 兩個禮 來湊足那個人數 當然這個過程裡面 也有一些 竭力榮園的一些狀態 每個縣市都有 所以最後用抽籤的嘛 這個竭力榮園狀態 其實未來都有可能發生 我舉個最明顯的例子 我忘了有沒有說過 我用苗栗做個例 在座有沒有苗栗人 請舉手 有齁 好 你可以來這個驗證一下 這是苗栗大概的樣子 不太像啦 這個 傳統上苗栗大概可以分為三大區域 那麼這個地方叫做厚龍溪 他們那個中港區的一個區域 那麼比如說他的竹南 這些厚龍這些地方 這是一個很大 這是客家區 蠻大的一個區 另外就是所謂的海縣 海縣這邊包含像是通宵啊 院禮這些 傳統上這邊是閩南人居多 閩南人居多 然後這邊是三縣 像苗栗市啊等等等等這些 這大概苗栗大概可以分為這三大區塊 那過去的苗栗市的苗栗縣立委選四名 四名立委 那原則上 因為人口的多寡的關係 所以原則上苗栗的四名立委 大概都是三縣 會選出兩個 中港溪流域選出一個 然後這個海縣地方選出一個 如果按照政黨分佈的話 三縣兩縣往往都是國民黨 客家人 三地的大概是國民黨 中港溪區域大概也是國民黨 而這邊的話 閩南人地區大概是民進黨的範圍 所以大概會一個民進黨 三個國民黨 四席立委 2008年 選區重劃 答應選區兩票制 立委息事簡半 苗栗就選出兩位立委 請問 苗栗 兩個立委要換兩個選區 該怎麼畫 我們這樣的話好不好 很公平啊 土地人口差不多啊 但我會告訴你 如果這樣的話的話 可能兩席都是國民黨 並且兩席都是客家人 敏南人說不公平 但苗栗人口大概三分之二客家人 三分之一敏南人 你這樣的話好不好 有人反對嘛 一定有人反對 那你 這樣子的話好不好 這樣選出來的話 有可能是一席敏南 一席客家 客家人反對 我們站了三分之二人 怎麼選出一席而已 那你要怎麼畫 你怎麼畫 都會被罵是潔力榮源 你信不信 你怎麼畫都不行 怎麼畫一定有一方不滿意 那最後的情況大概是這樣子 這邊選出來的國民黨的當選了 這邊選出來的就是這兩個地區對決 後龍溪對決這個海線的敏南人 那後來是 我再畫一分鐘後來是這邊當選了吧 後來2008年年很有趣 國民黨的世界還蠻龐大的 國民黨出了兩個人 可能各位這個故事還記得 這邊有一個人 從這邊出來了 叫李以廷 地方派系推出來的 李以廷 敏南人國民黨籍 另外這邊 也出了一個就是當時的竹南鎮的 這個鎮長 叫做康世儒 康世儒當時也是國民黨 這兩個人對決都是國民黨 國民黨只能提名一個啊 怎麼辦 後來他們兩個人去什麼 院長裡面寶貝嘛 有沒有 後來李以廷寶貝獲勝 就由李以廷代表出馬 李以廷代表出馬 也贏了 擊敗民進黨當選了 後來不久之後 因為會選案被撤銷立委資格 那李以廷呢 推出他老婆出來 那康世儒這下忍不住了 我算是寶貝輸你對不對 這次我一定要出來 後來他就退出國民黨五黨籍參選 後來當然在同情他 上次就很可憐 寶貝輸掉了 這次出來 偷給他 他當選了 當選完之後 後來什麼竹男政長 他又回去選竹男政長 對不對 後來他上一次呢 就跟民進黨 又跟這邊民進黨推出來 對決 他輸了 他輸了又回去選竹男政政長嘛 對不對 但是什麼經過什麼判定 他已經當過兩任竹男政政長 不能選第三任 他來當選無效 他現在推出他弟弟 前兩個禮拜嘛 他弟弟又高票當選 擊敗了國民黨和民進黨 繼續當選 竹男政政長 所以他們這個地方蠻有趣的 那這就是現在的狀態啊 可是問題是選區劃分 對不對 這個東西 每一個縣市未來都有這些問題 我們說過 台北市 如果人口增加了 該花在哪裡 下次高雄市一定要掃一席 掃在哪裡 所有的 村裡鄉鎮 都會進行合併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下繼續下一進一步的討論 好同學們 請翻到 第100頁 我們 在上個星期呢 特別針對比較實務性的問題 就是呢 會影響到政治競爭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就是關於像是竭力榮園 那麼他對於 表面上看起來是一人一票 但事實上呢 對於 執政黨反對黨之間的政治競爭的話 其實竭力榮園的話 是有可能會造成非常重大的一些影響 當然 除此之外 也如同課本 各位看到 100頁倒數第二段這邊 所談到的 其他的一些的問題 像是 媒體的禁用 禁用的這個機會啊 甚至一些關於這個 競選期間在很多國家 所允許的這個 言論的一些發表的自由啊 甚至一些募款的能力等等 其實很多的方面呢 其實對於所謂的政治競爭的 實際上的政治競爭 都會有所影響 我舉個例子 簡單的例子來說好了 比如說像是媒體的使用 當然像我們台灣的選霸法 也有同樣的規定 就是所有的媒體必須公平的 提供所有的候選人 有相同的機會來使用 甚至媒體還可以 必須要提供 比如說這個 提供政黨跟候選人的什麼 證件發表的機會啊 每個政黨每個候選人同樣的時間啊 等等等等 但是當然這是一些制度性的規範 可是事實上一直到今天為止 我們還是會發現 舉例來說 台灣的對於 政黨競爭的時候的 或候選人競爭的時候 媒體的曝光 其實會有很大的差異 舉例來說好了 台灣會有很多的一些 媒體觀察基金會 那麼每一次在台灣的競選過程裡面 真的是看所有的新聞媒體 尤其像那幾個新聞台 就用秒來計算 比如說上一次 可能是這個 馬英九跟蔡英文競爭總統對不對 然後來計算 每一個媒體 他們所出現的 馬英九的秒數 跟蔡英文的秒數 都會來看 看看哪一個電視台 有明顯的偏台 哪一個政黨或候選人 那都會公佈這些資料 但是你會發現 就算是某一個台 秒數相同 這個他一天節目裡面 馬英九總共出現了500秒 蔡英文也出現了510秒 其實差不多啦 看起來好像很公平 但是你總會覺得怪怪的 舉例來說好了 台灣媒體會慣用很多其他的方式 就是觀影秒數來看的話 並不見得代表哪個候選人 他是一樣的曝光程度 比如說你看看某一個候選人 你轉播到他的時候 他的鏡頭 總是在發表重要談話 都是近的鏡頭對不對 然後他發表一些重要的政策 然後另外一個候選人出現的時候 始終是遠鏡頭 他就在吉普車上跟大家揮手 還不曉得他說什麼 那同樣出現描述 可是事實上對選民的影響是很大的 對不對 一個候選人就是非常 有機會談他的政見 另外一個 候選人是從來沒有機會 在那個電視台上說過任何話 總是一個遠鏡頭 一個遠距離的他跟別人握手 他去菜市場跟人家握手 或者說 吉普車上跑來跑去的鏡頭 然後他不曉得他幹嘛 所以其實這東西 還是我有實質上的一種差異性 好以後各位下次選舉 你就會觀察到像類似這樣 很有趣的一些這個 一些現象 比如說某一個候選人 就算是他的各地的競選總部 開張了 都是現場SNG實況轉播 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個候選人 就不可能享受到如此好的待遇 某一個候選人競選造勢晚會 慷慨激昂的誠實的時候 那都是幾乎是現場轉播 另外一個候選人幾乎從來沒有這種鏡頭出現 所以其實在不同的新聞媒體上 你看看線 如果你只是單純看秒數的話 或許大致相同 但事實上出現的實質內容上 還是很大的差異 像這當然這些都是影響到 所謂政治競爭 所以政治競爭它的意涵 在民主國家裡面 我們只能說盡量朝這個方面努力 我們這邊所談到的特徵 也都是大概盡量朝那個方面努力 難說哪一個國家 就完全百分之百都做得到 只是他就是往這個方向努力的一種可能性 好這是關於第二個關於政治競爭的部分 當然最後面政治競爭部分 還包含了就是你必須正確的計算選票 好你有公平的機會做選區的劃分 有公平的機會讓候選人使用媒體 大家有同樣的機會來發表言論 進行募款 當然最後的一關選票的計算必須要正確 好如果說都是做票等等等等情況 那也會影響到誰實際上公平的政治競爭 好這個部分我想我們就不用多講了 那談論到所謂的一個 代議政治的第三個重要的特徵 好各位看到一百頁的最下面 好就是關於所謂的政權輪替 一個民主國家 常常見到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 權力要不實地透過和平和法的方式 來做交替 那麼這也是我們來看一個民主國家的 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如果一個國家長期的一個政黨幾十年的執政 大概很少會稱這個國家是一個民主國家 所以說呢權力能夠不實地 當然必須透過和法和平的方式來交替 來改變 那麼沒有任何的政黨或個人 能夠永遠執政 這才是一個所謂的民主的國家 我們剛才說過一個政黨 如果連續執政很長很長的時間 一個個人連續統治了幾十年的時間 這樣的國家的話大概沒有 一般來說不會認為它是一個 符合我們所謂的民主政治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特徵 這是第一點 而這其中蘊含的更重要的意涵是什麼 各位看一下101頁這邊所談到的 那麼所謂的這個政權倫替還有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意涵呢 就是說因為它是能夠 政權倫替的話是一種控制腐化 控制腐化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機制 一個政黨或一個個人長期的執政 但是終究真的是很困難避免腐化的發生 所以說政權倫替其實就是一個能夠 當然不是百分之百能夠完全防止 但是是一個非常有效的 能夠來制止腐化日益惡化的一種 非常重要的一種這個機制 帶來一個政黨長期執政 一個個人長期執政的話 反對黨也常常會以這個理由來抨擊執政黨 來作為選舉的時候非常重要的一種訴求對不對 太腐化了要換黨執政 才能夠讓政治更親民等等 那麼當然在這個部分我想 我們政治學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話 我們政治學上其實很少有一些 有一些理論或者說一些這個定理 是為大家所接受的 但是這一句應該是非常 大家都能夠接受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句話 然後我們當然要有解釋 最主要的這個朋友 家人有很多信任 往下處在的歷史上 我們選舉一個人的意思 但是這個位置在這個地方 但是證、接著他 或許是否則 他是否則 而且フェン斯的作為 我們說過政權輪替一方面是表現出 逼死歲的政治人物或政黨必須對人民負責 因為你做不好人民可能就把你換掉了 人民定期的有機會來改變你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民主的原則 除此之外當然政權輪替一個很重要的可能性 的一個深層的意涵就是說它能夠防止腐化 那麼執政久了其實權力掌握久了 終究腐化是很難避免的 那麼我們很了解這句話嘛 這個英國的一位這個艾克頓爵士說的 所有的權力都傾向腐化 All power tends to corrupt 但是呢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絕對的權力會造成絕對的腐化 我想我們說過政治學上真的很少有一句話 大家都能夠接受 但是這個我想是近乎真理的一句話 那麼所有的權力都心想腐化 權力掌握久了就是會腐化 就算是執政者自己清廉自持 但是呢這個執政集團本身不是你一個人治理的 你也很難能夠保證你底下的人 久了不會腐化 對不對 那麼就算是我們說有些這個Leader 他久了但是他的底下的人終究 還是會有人嘛 會有人終究是為了一己之私 做一些貪瞻妄法的一些事情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比如說兩百多年前 華盛頓總統 那麼他只做兩任八年他就不做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嘛 那華盛頓他就自己說嘛 沒有什麼事情是非我不可的 雖然當時美國的憲法沒有任何一個條文 規定你只能做八年 華盛頓當時正值壯年 他做了兩任八年 受到人民普遍的愛戴 他要繼續做第三任 沒有任何人會反對 並且當時舉國都希望他繼續能夠做總統 也沒有任何的規定說他不行做 可是他 並且他說他身體狀況也都非常好 可是他做了兩任八年他就是說他堅持不做了 雖然整個當時新興的美國百費待舉 大家都希望他能夠繼續領導 可是他就說他不要做了 其實很重要的理由他就他自己認為嘛 就算是我能夠保證我自己做了八年總統 我是一個很青年的人 可是我也沒辦法保證我底下的人 再繼續做下去的話 底下的人會不會有腐化的狀態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換人嘛 一定要換人啊 但當時還沒有政黨 不見得是政黨輪替的 但是他認為換人長期執政終究是不好的 所以華盛頓就做了八年 毅然的就回去做農夫啦 他就不繼續執政了 就是因為 因為所有的power takes to corrupt 所有的權力絕對侵犯腐化 我想我們讀政治系的人一定要記得這一點 執政久了 腐化狀況真的是很難很難避免 所以當然政權輪替交替執政 當然防止武化是有它一定的一個必要性 當然這也是我們來衡量民主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所以也因為如此 各位看一下101頁的最下面 這邊Key Concept 這邊有個東西叫 The Turnover Test 這叫什麼東西呢 叫做二次輪替的一個檢測的一個指標 那麼這什麼意思 我們上禮拜曾經提到一個第三波 提出的一個學者就是哈佛大學 以及過世的一位政治學的教授 叫做Huntington對不對 那麼Huntington除了第三波啊 什麼文明衝突啊等等 事實上它這個東西也蠻有趣的 就是所謂的兩次輪替的一個檢驗指標 這主要是檢驗什麼 檢驗一個國家是否已經達到了民主鞏固程度的一個 重要的指標 因為這個所謂的政權輪替 對於民主政治的發展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的 所以呢在各種 當然我們對於所謂的這個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所以民主鞏固 很多不同的學者提出各式各樣不同的指標來看 一個國家怎麼樣的情況之下叫民主化 民主轉型 那達到什麼樣的情況呢 稱為叫民主鞏固 對不對 那當然這個政治學者會提出一些 尤其比較政治學者會提出很多一些指標 以台灣來說的話 我們知道史上說我們從70年代開始 台灣就開始進行了民主化 化是一個進行式嘛 ing對不對 它是個進行式 是那化 那一直台灣是個民主化的國家 但是一直到了1996年 當台灣第一次的選出了我們最高的領導人總統 就是我們最高的權力來源是由全台灣人民所決定的之後 大部分世界的國家都會把台灣已經視為不是民主化 而是一個已經是一個民主國家 是一個民主國家 那當然從民主化進入到民主國家之領之後 那接下來就是談到的就是民主深化 或者民主鞏固的問題 你民主的國家還是可能會回到威權 民主國家你的民主可能會失敗 對不對 沒有辦法長期運作等等 但是真正的達到什麼民主鞏固 或者民主的品質要逐漸的 厚實 這是我們台灣目前還在繼續努力的目標 我們雖然已經被視為民主國家 被視為一個自由國家像Freedom House對不對 可是我們民主鞏固仍然是要繼續的努力 尤其在深化民主 跟這個所謂的民主品質的提升部分 但是怎麼樣來看一個國家已經達到民主鞏固呢 被視為一個已經鞏固的國家 很多學者我們提出很多不同的一些建議 但其中一個最簡單的檢驗指標 就是康吉人提出來的 他認為一個國家 進入到被認為所謂民主之林 符合基本的民主要件 但是他如果能夠被視為民主鞏固的話 這是個最重要的指標就是 他是不是經過了兩次的政權輪替 兩次的政權輪替 因為往往一個國家 他已經符合了基本的民主要件了 一個執政者 可是當他被推翻的時候 他就腦車成路了 開始動用軍隊 把新當選的總統推翻 把他抓起來 或控訴他作弊等等等等等等 那這樣的話還是不能夠被視為 他是一個鞏固的民主國家 如果說一個政府掌握了權力 像我們知道蘇東坡的民主化浪潮 對不對 很多的共產國家 很多的獨裁國家走向了民主 可是當這些拜領國家走向民主的這些 這些所謂的開國元老 創國元勳 當他們第一次面對民主的選舉的挫敗的時候 他們能真的甘願把權力釋出 真的甘願把權力放出來 然後這還不夠 然後那個奪到了權力的那個執政黨 當下一次選舉 他又面臨到失敗 他也願意把同樣的把他的權力放出來 就經過了兩次的政權輪替 從夯英成的角度認為 那麼這個國家可以視為怎麼樣 已經是一個達到民主鞏固的程度 所以以這個角度而言 他就所謂的to turn over test 這是一個解驗的 就是是不是經過兩次的turn over 權力的轉移 就是牽涉到我們所謂的alternational power 這個權力的轉移之後 這個國家並沒有因此失序 並沒有紊亂 那麼失敗的人都願意把權力交出來的話 航行人認為 那這個國家就是達到鞏固的階段 所以台灣我們說過 96年台灣第一次進行了所謂的 民選總統 2000年長期執政的國民黨第一次失去了權力 那麼雖然選舉結束之後呢 有一些小小的不平靜 那麼比如說當時這個國民黨的這個支持者 包圍了什麼李登輝的預所對不對 逼迫李登輝失去黨主席啊等等等等很多事情 但是事實上並沒有太大的亂子 並沒有太大的亂子 軍隊也沒有出來 來做幕後的指揮 怎麼怎麼等 然後國民黨就把權力給了民進黨 那麼陳水扁經過了八年的執政 2008年國民黨再度獲勝了 民進黨又把權力交出來 所以呢到2008年的時候呢 很多的學者就說 欸台灣已經符合了所謂的 Huntington的2 turn over test 經過了兩次的輪替 而台灣的民主政治仍然在繼續運作 並沒有出現太大的一些不穩定的狀態 等等 當然會有人不滿 不論是對藍或對綠不滿 但是不滿歸不滿 台灣也沒有任何人會想到 動用軍隊的力量 或動用其他的方式 或是用武裝的方式 或用暗殺的手段 來改變繼承的選舉的結果 這個在台灣的話 幾乎沒有人會想這麼做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台灣已經 大家被認為他已經順利的 通過了Huntington所提出來的 2 turn over test 這個已經達到所謂的民主鞏固的情況 那當然民主鞏固了 我們也不要因此自滿 我們知道台灣的民主品質 在很多方面還有待提升 尤其在基層選舉的部分 比如說最近台灣又要舉行農會改選 各位可以逐漸注意到 最近台灣的一些媒體的報導 關於農會改選的很多 有趣的新聞將會逐漸出現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那麼當然這個 所謂的民主的路還很長 但是我想我們至少 以這樣子標語的話 所謂的兩次的政權輪替 台灣目前也已經達到了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這是我們對於所謂的 政權輪替的這個民主特徵的第三個 特徵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第二 第四個被認為是代議民主的特徵 就是不確定的選舉結果 當然這個特徵跟前面的特徵也是有關係的 比如說我們剛才提到政治競爭 政治競爭的時候我們就強調 一定要有競爭 民主一定要有競爭 沒有競爭根本稱不上民主 至少有兩個以上的候選人讓你選擇 或政黨 對不對 而更重要的因素就是 就算有兩個以上的候選人或政黨 供你選擇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這邊有談到的 你的選舉結果是不確定的 就是說每一個人都至少有機會是可能獲勝的 否則的話就算是有兩三個人競爭 可是我們知道選舉結果早就確定了 那其實這很難稱得上是民主 所以呢我們說過有選舉不見得是民主 而是這個選舉是真正的有充分的競爭的 稱之為有公平的競爭 並且是選舉結果是可能改變既成事實的 我們所說的要有政權輪替 當然這隱含的就是說你的選舉結果是不確定的 這才是一個民主嘛 否則的話我們說選舉結果 就算是有選舉的話那也是假的 我們隨便舉個例子來說嘛 如果各位注意到前兩天的報紙的話 那麼報紙已經登出來了 那麼中國 中共呢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 馬上要召開了三月初就要召開 我們上次那個就是共產黨方面 已經進行了所謂的這個換屆的改選對不對 那麼這個十八大嘛 然後接下來就是在政府部門部分 這個十二屆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那麼第一次的會議將要參選 三月初舉行 然後預計在三月十四號 他們將要投票選出新的國家主席 雖然還有兩個多禮拜 可是選舉結果我們今天已經知道了 不確定的選舉結果 我非常確定 三月十四號他們將會選出習近平 為新的國家主席 你信不信 並且沒有第二位候選人 不信的請舉手 並且新的國務院的總理叫做李克強 早就知道了嘛 所以這種選舉沒有意義嘛對不對 第一個沒有競爭 第二個選舉結果早就知道了 那當然這個沒有人會認為它是一個民主的 就算它有這個形式存在 他們號稱的是符合中國特色的民主 但是事實上 一般來說全世界都很難把它認為是一個民主的過程 對不對 因為你的選舉結果其實早就確定 對不對 這個基本上這個完全不可能是被我們認為 所認為的民主 當然 我們說過 其實美國也有嘛 其實百分之八九十的話 其實選舉結果大概也差不多了 可是至少它的競爭是公平的 然後另外還是有可能翻盤 然後還是有一些地方的話 它是有可能是產生我們所說的 雖然搖擺的這種可能性 但是像中國大陸的話 基本上這種情況都幾乎不存在 當然我們說這是比例的問題 那基本上的話 這也是一個我們來衡量民主的 另外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觀察的 這個指標 那在接下來的話 下一個重要的一個 這個特色是 各位看一下101頁的最下面 所謂的 popular representation 所謂的人民代表制 這個也是一個民主政治 我們時常被用來衡量民主政治 是否存在很重要的指標 但是也是一個非常具有可討論性的一個議題 基本上我們所說的代議民主 我們民主政治的運作 必須靠的是代議民主 也就是說人民 如同課本我們所看到的 那麼這個 in representative democracies voters elect representatives to act as legislators 那麼人民選出代議士去立法 並且作為他們的一個利益表達的聲音 他們的共同利益 為他們的共同利益來發聲 來保護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general interest protect their general interest 所以一個代議士 一個民意代表 就人民選出他們出來 出來來發言 來這個為他們的共同利益來爭取 來保護他們的利益 但是在民主的實踐過程裡面 我們知道 終究這些民意代表 他們通常只是為了特定的選區 為了特定的選民 甚至為了特定的利益而服務的 所以自古以來 這一直是一個爭議性的話題 尤其是我們所說的國會議員 國家層次 我們所選出來的代議士 就是說這個民意代表本身 他究竟是為了要代表公共的利益 為了公共的福祉而發言 還是只是為了他自己選區的利益 為他選區的福祉而發言 而他在國會的表現 他終究是要聽他選區的選民的意見 來行使他的投票權 還是說他必須本誅他是一個良知良能 本誅他的一個專業的代議士 或者是說他能夠看全局的狀態 來做一些選擇 所以這就是代議士本身的角色的 一種認知跟辯論 其實我們說過兩三百年來 這個問題其實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一直都在爭論中 這當然牽涉到兩種主要的一種說法 一個就是我們各位看一下 課本101的最後一項所說的 Mandate Generative Trustee 這兩種的這個概念 我們基本上把它翻譯成一個叫做托付說 一個叫委任說 這是長久以來我們說過 其實這個爭論為止 到今天為止其實也沒有定論 只是我們必須了解一個代議士的一個角色 就是我們選出代議士 他到底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們在政治學理論裡面 我們兩個兩種說法 一個叫Mandate Theory 所謂的托付說 什麼叫托付說 就是你是我們選出來的嘛 你當然要代表我們多數的聲音嘛 對不對 也如同各位看到102頁 102頁的第一行 這是所謂的Mandate 托付說的一個基本的一種論述 What the voters want is what they should get 民眾希望什麼東西 他們希望得到什麼 然後你這個代議士 必須為他爭取什麼東西 換言之這個代議士本身 他應該就是針對他的選區 針對他選他出來這群人的多數利益 而去奮戰 我的選民希望我說什麼 我就說什麼 我的選民希望我支持什麼 我就支持什麼 我就為他們爭取他們的東西 這是一種代議士的角色的一種認知 我們稱為叫做托付說 第二種我們稱為trustee 就是所謂的 我們這邊 當然這兩種翻譯方式台灣有 各式各樣不同的翻譯方式 這是我個人 我把它翻成托付跟委任 另外的就是委任 就是人民 我們選代議士認為這個人不錯 這個人很有能力 這個人能夠為我們的這個爭取這些東西 我們信任他的品德 信任他的能力 所以我們選他出來 他做我們的代表 然後去 國會裡面來成為一個立法委員 他所關切的還是應該來橫租整個的形式 作為一個 我們委託他來 我們可能只是對一些大的方向 表示一些我們的看法 但是基本上我們會信任他 我們授權他 去成為一個很好的一個 一個所謂民意代表 而不是說樣樣都要取諸我們這個多數的民意 我們好像是我們的 掌上的木偶一樣 我們希望他怎麼樣又怎麼樣 就是我們委任他 讓他去行使職權 那當然這個議員有相當大的空間 可以本住他自己的認知 因為他一般民意代表 一般民意可能對於很多的資訊 獲得不是那麼多對不對 也沒有那麼多時間去關切這些事情 而議員是專業的立委 專業的委員 他每天很多時間接觸大量的資訊 然後每天很多的時間 接觸到很多重要的一些政策 然後以他的專業 以他的經驗來做出他的判斷 好 這是我們來托付 讓他成為我們的代表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那麼這是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托付跟委任的差異 但一個民意代表到底是要做什麼樣的角色 那麼當然也有人會說 這跟選舉制度的設計有關 好 比如說比例代表制 選出來的國會議員 可能是比較成為一個trustee的可能性 然後呢像我們單一選區制選設立法委員 那大概選區服務變得非常重要 比過去的大選區更重要 那往往他可能都必須要來 按照選區多數的民意 來爭取選區的扶植為目標 所以這可能會牽涉到選舉制度的設計呢 也會有一些關聯性 那麼 但是呢很多的學者在這方面 也提出他們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 第一個呢 比如說我記得課本這邊也有提到 各位看一下102頁的 大概屬下來第八第九行那邊 我們這邊提到一個叫熊彼得 Joseph Schumpeter 那麼熊彼得他就比較不贊成 所謂的托付說的這個觀點 那麼熊彼得呢 他就會認為說 因為呢主張這種所謂的 這個托付說的一些 這個主要的論點的所在地 是集中在一個命題上 這個命題就是說 民眾對於每個議案 其實都有非常明確的偏好 或者說意見 對不對 這個議案其實民眾多數認為 他的選區民眾認為應該這樣子 所以你就必須按照他們多數民意來做 那個案子 選區民眾是這樣子這樣子 所以你必須怎麼做 對不對 在這個這個什麼這個 某一個這個很多的政策上 民眾其實都有非常明確 而理性的一些偏好跟意見的 所以他們的民意代表 就必須依照他們的偏好跟意見 來監督政府 是不是他的所作主 是符合他的選區的民意的 所以休米德懷疑說 這是不可能的啊 其實大部分的民眾 不見得對於所有的議題 都有很明確的資訊 然後會有非常明確的一些偏好跟意見 所以這就是我們要選出代議室嘛 民眾不可能一天鬧完 關鍵這些事情嘛 我們既然選出來你 你就要有這個能力 來做這些事情 所以當然就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民眾可能對於一些大的方向 可能會有一些偏好跟意見 可是對於如何的執行 或是說細節方面的話 其實民眾不見得對一樣樣的政策 都會有很明確的意見 這時候就是我們需要代議室存在的時候 如果你每一個政策 每個意見 民眾的偏好都很清楚的話 然後代議室只是反映他的偏好 那我們要他幹嘛 他就純粹只是一個傀儡而已啊 所以但是事實上 像休米德他們之前認為說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民眾其實對大部分事情 並沒有太偏好 太明確的偏好 甚至也不太了解 他的政策背景的一些意見 甚至像現在一些專業的技術的話 對什麼環境污染的一些測量的 一些指數的高低啊 那麼甚至像核四的相關的議題啊等等 那麼其實就是應該訓練 就是應該要信任這些所謂的 被我們所委託的人 他們來就更多的一些資訊獲得的情況之下 來做出一種這個立法的這樣子一個過程 好這是第一點 就是他們認為民眾不見得都很清楚 比如說現在談到的像是二代健保 可能到了今天大家也搞不清楚 二代健保跟一代健保的差別到底在哪裡 只是知道我們可能要多繳一些健保費了 其他細節可能就搞不清楚 可是他們之間的差異性 當時的方案的選擇 不見得每個民眾都很清楚 他們之間的差異性 他們利弊得失 這個時候就是立法委員 這些民意代表他們應該做的事情 這是一個對於所謂的托付說的一種反駁 那另外一種意見就是說 其實很多民眾的意見 我想可能各位以前還記得吧 我們上一集有談過 一個叫做投票的矛盾 叫做投票的矛盾 事實上就是說 往往的很多事情 民意到底是什麼 多數民意到底是什麼 有時候民意呢 他可能是形成了一種 所謂cyclic majority 一種循環式的民意 其實民意的方向並不清楚 那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代議事要幹嘛 代議事就是要在他們的專業的這個 這個這個基礎之上 更多的資訊獲得的情況之下 來做出他們的良知良農的判斷 因為有時候呢 我們說第一個民眾不見得對很多意見 他們都很熟悉 都有偏好 第二個呢 即使他們如此的話 他們也可能存現的是一種 所謂循環式的民意 那這樣子的話 代議事還是必須要來做一些決策 一些立法的一些工作 這是第二個這個意見 那麼第三個呢 當然對於所謂的人民代表制 還有一些學者提出一個很有趣的觀點 當然這邊可能跟我們等下 會介紹一下公投也會有關 那麼就是往往呢 見見民權跟直見民權表達之間 還是會產生某種程度理論上的落差 我在這邊把它畫出來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我記得我這個上學期好像有說過 有沒有 各位記不記得 不管這個還是再說一遍好了 那麼我們剛才說過 對於這個所謂的人民是不是能夠代表 或者說這個民意代表是不是真能夠代表民眾的這種聲音 其實會有很多不同的論述啦 我們剛才所說從熊彼得的觀點 民眾不見得對於樣樣都表都有意見 第二個呢 即使大家都有意見的話也可能會呈現 呈現這種循環式的多數對不對 到底多數是什麼 第三個這種情況其實有可能出現的 就是在直見民權跟見見民權之間 存在了先天的可能的衝突 那這個衝突是什麼 比如說我們看看這個某一個社區好了 某一個城市分為三個選區 第一個看我們地理劃分還蠻公平的 人口比例也相當 每個選區都有三分之一的人 換成三個選區好了 我們說至少一個議會三個人組成嘛 第一個選區 第二個選區 第三個選區 第一個選區現在表決某一個案子好了 我們現在用一個比較民生議題好了 我們這個城市決定要設一個 垃圾焚化爐 X代表贊成 Y代表反對 設立垃圾焚化爐 設立垃圾焚化爐 第一個選區 的民眾 有三分之二贊成 三分之一反對 兩個X一個Y嘛對不對 所以如果按照誰的托付說的觀點 他們所選出的民意代表 在議會裡面應該是 X還是Y 假設他真的是 中間沒有收廠商的紅包 真的是反映選區多數的民意 並且他真的是傾聽民意 回了選區問了大家 大家的意見是 三分之二贊成X 三分之一投給Y 所以這個民意代表 他在議會裡面表決應該支持的是X 對不對 才是一個秤值的民意代表 沒有在中間底下亂說 第二個選區 選出來的民意代表 他的選區裡面有兩個人支持X 一個人支持Y 或者三分之二人支持X 三分之一支持Y 他們所選出代表一個支持什麼 有疑問嗎 你們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知道 應該支持什麼 X嘛 才是一個 真的是 真確反映選區多數民意的 秤值的民意代表的 這個作為 支持X 第三個選區選出來的呢 他們選區全部支持Y 他應該支持什麼 Y 他如果支持X的話 下次保證選不上 其實這個情況是有可能的 因為這個垃圾浮化爐我就蓋在這裡嘛 大家都知道這個城市需要垃圾浮化爐 這個城市需要一個殯儀館 可是問題是蓋在哪裡 蓋在哪都好 就不要蓋在我的旁邊嘛 這個我想大家都聽過嘛 這叫林幣效應 好 neighbor in my backyard 不要在我家後院 你蓋在哪都可以啊 垃圾浮化爐我們需要啊 你蓋在哪邊都可以啊 像我們這 我們這什麼區 大安區對不對 台北市需要垃圾浮化爐 但是請不要蓋在大安區 你蓋在士林區 蓋在大同區 哪個區都可以 就是不要蓋在大安區 蓋在大安區 我們適時反對 殯儀館 哪個城市不需要殯儀館啊 那殯儀館請不要蓋在我們社區 蓋在其他地方 叫neighbor in my backyard 沒有人喜歡這些啊 當然附近的可能全部反對嘛 或者說我們想這是核能電廠好了 對不對 這個地方是共僚 那全部反對啊 誰贊成 對不對 所以他們選擇民意代表一定支持Y嘛 好 這個議會由這三個議員所構成 這個人支持X 這個第二個人支持X 第三個人支持Y 所以他們表決的結果是什麼 X獲得通過啊 各位看到沒有 我們整個描述的就是一個 代議政治的本質 沒有任何的缺憾 非常完美的代議政治的表現 選區劃分非常公平 人口比例完全相稱 對不對 然後呢 每個這個 人民都是非常的充分的資訊 然後表達他們的偏好 然後他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 在國會裡面 也是非常的真實的反映 他們選區多數民意 這中間沒有任何的欺騙 沒有任何的貪污 沒有任何的問題 然後呢 整個的國會 最後的結果是X 完全符合mandated theory 所說的 哪邊有問題 沒有任何問題啊 非常完美的代議政治的模型 然後我們回去看看 全體人民 支持X的總共這個城市有幾個人 4個 支持Y的總共有幾個 5個 所以 如果今天不是由這個議會來決定 我們回去交由 這兩天最熱門的話題 由我們的新的行政院長 叫江儀化所提出來的 公投 公投的結果是什麼 是Y 直接民權的結果是Y 漸漸民權的結果是X 正好相反 那哪邊出了問題 沒有任何問題啊 我們剛才說過任何一個過程 都是近乎完美的過程 可是最後的結果我們只是證明 漸漸民權的結果 有可能跟直接民權正好相反 所以我們實際上說公投為什麼必要 當然必要啊 我們實際上說叫以忌代義政治之窮 代義政治有時窮 它有可能 所做的集體決定 是跟民眾整體所做的決定 正好相反 當然我這邊不是意味著 我們進行立法院所通過的每項政策 都是多數民意不贊成的 那不是這樣子啦 我們只是用個簡單的模型來證明 它是有可能的 那這時候怎麼辦 如果一個代義民主 一個議會所通過的決策 一般人民都覺得怪怪的 好像跟我們多數民意是不一樣的 那怎麼辦 我們至少有個補救的機制嘛 那補救機制是什麼 就是公投 很多人覺得不對啦 對不對 奇怪我們大家問了半天 好像反對人比較多 為什麼議會會做決定 但是這樣決定也沒有任何問題啊 整個過程都很完美啊 這時候公投 克萊作最後的決定 我們說叫以忌代義 我們都知道了 公投在任何國家不可能一天到晚使用了 它終究不是一個常規 但它至少做一個 補救措施嘛 以忌代義政治是窮 因為我們說代義政治真的有時窮的時候 就算是我們所說的符合任何的情況之下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能夠托付 你是不是真的代義政治所做的決定 一定是反映了選區多數民意 其實這個在現代的民主政治裡面 我們在這個部分一直有一些 無論是理論上 或者是實務上 都會還會有一些質疑 也會質疑 比如我們選出了代表了 這些代表都反映我們多數民意了 他們做的決定就一定是對的 未必 我們只是證明出它未必 但是不是一定是永遠都是不對的 那只是我們只是說有個 有個這樣的一個證明的過程 提供同學們做個參考 所以到底回到最後我們重新思考 什麼叫做人民代表 如何代表 你怎麼樣來反映人民的聲音 整天看到民意代表說 對不對我就是人民的聲音 我反映民眾的聲音 我就是多數民意 其實你怎麼反映 這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我們說任何的民主國家 代義政治要符合人民代表制 哪一個國家敢說它真正做得到 所以當然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必須要做進一步的 比較謙虛的一些思考 這是關於我們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代義政治的一個特徵 關於所謂人民代表制 接下來請各位 再往後面看102頁下面 majority decision 多數決 任何的民主政治 任何的代義政治 你不要說代義政治啦 包含直接民權都一樣 一個民主國家 我們不可能在很多重大的議案上 尤其在一個多元的一個社會裡面 要求每個人都是一件 意見都一致的 好就算說現在最近幾年很風情的審議式民主 大家審議了半天 最後大家的意見也未必都能夠完全一致嘛 對不對 那當大家意見不一致的時候怎麼辦 最好大家都一致嘛 所以當然有一些民主理論希望 最後的決定都是有能力的一致 都是全體一致 但是那個成本非常大 對不對 決策成本非常高 並且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說 當全體一致是最大的一個夢想 一個理想的時候 但是求之不得 在一個多元的社會裡面 我們還是必須要做出集體的決策 那怎麼辦 所以往往呢 就會要用投票 要用各種方式 而這種投票各種方式的過程裡面的話 往往不可避免的 怎麼樣才算通過 如果各位注意到報紙這兩天 重大爭議的話題公投 也是在討論這個問題 多數決是一個原則 大家都很耳熟能強 對不對 這個服從多數 尊重少數 服從多數基本上它是法律層次的 它具有強制性的 你非接受不可 對不對 我們現在規定 對不對 得票多的當選 你怎麼辦嘛 對不對 就在是比他多一票也當選 服從多數 多數 服從多數是一個法律問題 是一個強制性的問題 那尊重少數呢 尊重少數不是法律問題 各位有沒有思考過 其實尊重少數是一個道德問題 要不要尊重 是看你要不要尊重啊 有些人就是不尊重啊 你服從多數是沒辦法 你不得不服從 可是尊重少數卻是一個道德問題 很少有一個國家用法律來規定 你必須尊重 那怎麼尊重嘛 多數的東西就要做了嘛 你現在核四投票 對不對 不管怎麼樣 過了或不過了 你就要 你就就是 要服從啊 這一定要做的 但是在實際過程裡面 我們實際上說 這個majority 多數 它到底是代表什麼含義 其實在實際運作過程裡面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問題 一般來說 我們舉例來說 在議會的表決 他在台語簡單多數 simple majority 這是最常見的 如果各位以後要玩學生議會啊等等 這遊戲規則先搞清楚 一般的議會 表決的話 無論是這個 所謂修正案 好等等 或者說一些最後的主題案的表決 都是simple majority 所以simple majority 簡單多數是什麼 可否 yes or no 哪一方多 就獲勝 當然一般來說就是說 如果說贊成的比反對的多 就通過 反對比贊成多就不通過 可是呢在這過程裡面 我們也知道 實際上會有很多的一些 ad hoc rule 一些就是它會 一些意識規則會特別規定的 比如說有些會規定 你必須要超過什麼 出席代表的過半數 對不對 或者是你必須要達到 總人數的過半數 這時候要開始計算什麼叫總人數 對不對 等等等等 然後出席代表怎麼算 有些人既然簽個名又走了 他算不算 等等 這個就在實際意識過程 都會非常非常複雜 所以從最簡單的簡單多數出發 那最後什麼叫多數 那當然會有些其他的一些規範等等 但是無論如何 這個叫majority 無論是 但如果說像我們所說的 然後這個我們所說的 棄權票算不算在內 這個可能如果各位在玩學 學生議會的自治 也會碰到這種問題 棄權票 如果不算在內的話 就是實際在比贊成反對的 如果棄權票也要包含在內 必須過半的話 那棄權票等於就是反對 等等 這個東西其實都會影響到 所以以後如果各位在表決什麼 都要先搞清楚這些問題 所謂多數通過 棄權票算不算 那這個所謂的這個贊成反對 等等等等 2分之1是什麼樣的狀態 是以相對多數當選 還是絕對多數當選 那另外牽涉到的問題就怎麼樣呢 它的門檻 2分之1 3分之1 4分之1 3分之2 4分之3 怎麼樣來決定 誰來決定 我們知道現在修憲 要立法院4分之3通過 要交由公民投票 要全體公民的過半數的出席 然後過半數的贊成才能通過 我們現在公投也是一樣 那這個到底算是高還是低 這些問題當然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節課的繼續來探討這個問題 好我們現在繼續上課 在上堂課呢我們繼續的討論代議民主的一些重要的特徵 當然我還是強調啦沒有一個國家敢說完全的都 百分之百符合這些特徵的一個理想的 這樣子的一種要求 那只是說 接近的程度上的一種差異 那麼 當然這每一個所謂的特徵本身 事實上在理論上還是有相當多值得進一步討論的一些空間 那麼我們剛才談到的是第六個代議民主 課本上所列出來的重要特徵就是關於誰多數決 我想這大部分也都同意嘛 民主政治當然就是所謂的屬人頭嘛 要服從多數 這個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在實際的運作過程 還是很多值得我們必須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那麼我們剛才所說的相對多數 還是絕對多數 是這個簡單多數 還是這個要超過這個出席人數的過半數 還是總額的過半數 其實這些規定都可能必須要先弄清楚 尤其要參與一些代議政治的一些表決過程 否則就容易出現很多的一些正義性來計算 因為這是在一般的這個民意機關裡面表決的話 這些都時常會出問題 我想包含我們的學生議會表決 其實這個東西如果沒有規定清楚也都會時常 到時候大家就用議事規則來抗爭的一些主要的方式 那麼 另外一方面的話當然有牽涉到做很多的表決 我們有所謂的majority rule 也有所謂的minority rule 其實他們都會有一些不同的設計 多數決majority rule 我們實際上最常見到像議會表決 簡單多數 或者說像一些重大的案子 像我們等一下談到像公投 要求過半過半majority 可是呢在某一些特殊的制定規定之下 會有一些特別的 這個所謂的special majority rule 特別多數 舉例來說 像我們剛才談到的修憲案 或者說像什麼彈劾案這些對不對 都要求要四分之三 三分之二 這是一個特別的多數 不只是二分之一 那像我們台灣現在修憲的話 要立法院四分之三 總額四分之三的通過 通過之後就要有公投 那立法院為什麼規定四分之三呢 基本上這種特別多數決 是要怎麼樣 是以維持現狀為前提的 他不希望變動 我們知道像憲法 是國家根本大法 他不希望時常改變 所以會定一個比較高的一個這個門檻 當然憲法也可能牽涉到 人民的權利義務關係 所以他盡可能希望大多數的人 都能夠同意的情況 所以在立法院裡面 提出憲法修憲案的話 他要求四分之三 只要四分之一的人反對 就會不通過 所以這種特別的多數 他是以維持現狀 叫keep the status quo 是以維持現狀為目標的 變動是要很困難的狀態 我們說過因為牽涉到的話 他因為牽涉到人民的 這個權利義務關係的話 所以希望大多數的人都能夠 能夠支持 所以從某種意義而言 你可以發現 這種四分之三 三分之二的特別多數 基本上呢 他是為了protect minority 他是為了要保護少數 他是為了要保護少數 所以少數的人他可以來對抗多數 我只要四分之一 我只要三分之一 我就可以來對抗四分之三 三分之二的人 他是為了protect minority 所以特別多數他的目的 是為了protect minority 是為了要keep the status quo 是為了要保持現狀 以保持現狀為目標 因為不通過的話就回到現狀 這是特別多數的一個目標 當然所謂的protect minority 最極致的 就是我們所提的unanimity 就是全體一致 對不對 任何一個人反對 就可以封殺所有的案子 所以那是一個保護少數的措施 在制度上我們在所說 你要服從多數 要尊重少數 可是在很多制度設計上 他為了要少數能夠得到保障的話 會用這種方式 但相對而言另外一種方式 叫minority rule 少數學原則 他的目的其實也是一樣 也是protect minority 所以你可以發現很多的設計 事實上是為了少數 他會做很多的設計 什麼叫minority rule 舉例來說 台灣有類似的規定 我們以美國例子 美國的 國會的議事規則規定 這寫在憲法裡面的 美國憲法第一條 我忘了是第幾款規定 國會的表決 只要有五分之一以上議員的請求 這一次的表決就必須是 Row call 就是唱名投票 只要有五分之一的議員要求 那麼表決過程就必須要公開 要唱名投票 就算五分之四的人不希望公布 但是不行 五分之一的人可以強迫五分之四的人 要聽他們的話 這什麼 這就是minority rule 少數可以要求多數服從 對不對 五分之一像我們在所說 台灣我記得也是一樣 好像是有幾個人 台灣用人數的規定的樣子 我詳細查一下 台灣的立法院議事規則 美國的話是寫在憲法裡面 五分之一議員以上的請求 那麼這次的表決就必須是唱名表決 就算是多數的過敗處的人認為 不要啦還是秘密啦 但是不行你就必須公開 所以少數可以要求多數聽他們的話 這就是minority rule 可是minority rule 我們說過目的是什麼 還是在於protect minority 所以在制度上 會有特別的設計 是來保障少數的權益 當然說那就不公平啊 那是另外一種說法 當然這就是民主政治裡面 一個長股存在的一個辯論 好 那我們回到比較實務性的 這是純粹理論哲學上的一些思考的一些問題 當然另外的問題就是像我們所說 那多數決 不管是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四分之三等等 多數決是不是一定 可以為所欲為 可以決定任何事情 尤其在一個代議民主之下 比如說拉脫維亞 拉脫維亞 我記得是拉脫維亞 在他們波羅底海三小國獨立之後 拉脫維亞曾經用公投的方式 通過多數決定的方式 通過取消他們境內所有俄羅斯人的投票權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過去幾十年來 深受俄羅斯的這個侵害 對不對 波羅底海三小國 把他們共產統治搞的樣子 所以他們境內還有少 就是他們獨立之後 境內還有少數的俄羅斯人嘛 沒有回到俄羅斯 還留在拉脫維亞 所以拉脫維亞呢 你決定 投票通過 你們這些俄羅斯人 在我們拉脫維亞境內 全部取消你的投票權 多數決的原則啊 民主啊 公投啊 可是呢大家普遍舉世譴責 你們為什麼不尊重 那個地方的民主的決定呢 因為這種民主 我們會認為 各位看的一個字很有趣 各位看一下102頁倒數第五行 叫做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我們中文姑且把它翻成叫多數暴力 多數暴力 為什麼多數還暴力 因為基本上我們會認為 就算是多數決 他也不應該侵犯到 其他的民主原則 如果你用多數決的方式 而侵犯到我們所說的基本人權 侵犯到其他權利的話 那麼這樣子的多數決 也不見得代表民主的意涵 所以你可以做多數決 可是多數決也必須符合 我們一般人認知的 民主的其他的一些重要價值 對不對 你說民權 我們等一下也會談到 這個公民的 這個普遍的普選權 你不能用多數決的方式 取消他們的投票權 就算是多數決通過的 但是大家也不認為 那是個民主的一種表現 所以不是說多數決就可以為所欲為 多數決可以絕地任何事情 而是說你是不是侵犯到 直接這個討論 比如說我想這兩天 有這個嘉銀化院長在立法院公開宣稱 未來的核四不排除公投 並且國民黨目前的做法是說 三月可能要提案 可能在八月以前要舉辦公投 好 公投跟大選脫鉤 那這個對於很多人而言的話 這個一直希望龍出現 龍真的出現的很多人反而害怕了 我們叫做社公好龍 或夜公好龍對不對 可是這種一些 有一個很大的爭議問題 至少有三點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才說 最近報紙上討論到的 因為大家普遍認為 目前存在的公投法門檻太高 你說現在公投 所以現在普遍的反和人士認為 不可能過嘛 那不可能過公投的結果 反而給國民黨政府一個非常 具有正當性的理由 繼續見核四 因為公投沒過嘛 我給你們表達機會 沒過那之後好我們繼續見 所以呢他們認為說 你要公投可以 要先修公投法的門檻 那目前我們全國性的公投法門檻有多少 就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立法院提案之後呢 必須要全台灣有投票權的民眾 過半數的出席 然後出席投票者過半數的通過 才能夠算通過 其他都叫反對 以台灣來說的話 目前如果說1900萬的合格選民 台灣現在大概2300多萬的民眾 具有投票權大概1900萬 要必須要大概900萬以上的選民投票 那投票裡面 可能要四五百萬人的投票的贊成 才能夠停建核四 假設我們停建的案子就是說 你是否贊成停建核四 就這樣子好了 必須這樣的情況 那台灣目前已經舉辦過六次公投了 我們也知道全國性的公投 按照這個規定的話 過去六次公投沒有一次通過 那沒有通過的理由主要是什麼 就是因為沒有達到投票門檻 就是第一關 比如說我們台灣曾經舉辦什麼 你是否這個什麼這個 要加強國防公投 雖然聽起來蠻奇怪的 但是又是什麼什麼 增進國防公投 投票的裡面有百分之九十幾的贊成 誰反對啊 對不對 這個增強國防沒有人會反對啊 所以投票的裡面有 但是問題是總投票人數不到半數 就算是當時六四 我們過去六四都公投榜大選 可是很多人去投的時候 寧願就是選立法委員選總統 公投票就是不領 完全不領就不投嘛 所以過去六四的話 沒有通過的理由 都是因為投票人數不到半數 儘管我們總統大選投票率有八成 可是去投 八成去投票的人裡面 根本有一半以上的人 根本不領公投票 那不領不投等於反對 因為必須要贊成過半數 這是目前台灣公投法的規定 所以目前的反對理由主要認為說 你要先修公投法 你看過去六次沒有一次過的 這次也一定不過對不對 那你的勞民傷產搞了半天 就自打嘴巴就沒過 但是呢 這樣子的一種制定 也有人反對啊 第一個當初就是 2004年公投法制定的時候 這是朝野協商的結果啊 朝野都認為公投法不能常用啊 門檻太低 一天到晚就公投的話 台灣就很亂啊 何況以實際來看 他們認為你看 一個公投案 全國性的公投案 一定是很重大的案子嘛 二分之一的出席 出席的過半 二分之一乘以二分之一是多少 四分之一耶 你們認為這個案子很重要 搞了半天你們連 你們連四分之一的人爭取不到 那還什麼好玩的嘛 對不對 如果你們真的有信心的話 你去爭取四分之一的支持啊 事實上四分之一的人 可以邀請其他四分之三人聽你們的話 如果現在連四分之一你們還認為門檻太高 那你到底要怎麼樣 要降到什麼程度 對不對 難道百分之十的人 就可以要求百分之九十的人 接受你們的意見嗎 那百分之十 現在四分之一已經不叫做多數了 你們自認你們代表多數 結果你搞了半天 連對百分之二十五都沒有信心 所以這是他們的說法 那到底怎麼樣 到底門檻高還是低 現在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 到底是高還是低 如果連四分之一的爭取不到的話 那你們還敢宣稱你們是多數嗎 所以這些說法其實都在辯論中 這第一個問題 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門檻到底是高還是低 他們說過去六次 那過去六次因為是公投大選 大家胃口禁失嘛對不對 那什麼入聯也要公投一下 購買武器也要公投 所以大家還沒興趣嘛 如果核四真的很重要 大家都覺得切身相關 那麼投票率絕對應該是提高的 所以他們認為要對自己有信心 我們先與其討論的問題 不如來說服民眾接受 對不對 我們假如說服一半以上的選民 願意投 投的人大概多半都是會贊成的 好就要說服一半以上的選民出席 如果連一半以上的選民都不願意支持的話 那沒什麼好玩的 那當然很多人說你沒有綁大選 純粹八月份就一個公投案子進行公投 大家根本不願意投啊 台灣民眾 還沒有那麼大的所謂的民主的成熟度 那又反過來 你懷疑台灣民眾的民主成熟度 你為什麼要讓他公投 所以這些東西一直在辯論 就是我們就沒有標準答案 只是現在這是一個爭議性的話題 第一點 第二點呢 就除了我們所說多數決的概念 現在大家討論不完之後 現在公投還牽涉了很多其他的議題 第二個議題其實我們上一次說過 目前 行政院提出來的 希望立法院國民黨團發動了公投 這絕對是全國性公投 全國性公投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全台灣一起來對核四要做投票 這點很多人有意見 他們的理由是說 當然要全國的哦 因為如果核四廢了 可能電價就會上升嘛 當然有些人反對說電價不見得上升 那另外一個議題 但如果電價上升是全國人民都要共同負擔嘛 那當然全國性公投 所以全國人民都要投票 但是有人反對啊 說真正核災影響到的 可能是新北市最嚴重 像呂秀蓮就主張 應該是有新北市公投 因為如果現在新北市公投的話 很可能 就可以造成過半數 然後過半數人士要主張廢核 但是全台灣一起公投的話就不一定 對不對高雄評論說關我什麼事 對不對 可是電費漲價我就不願意啊 所以這中間就差別了 我們上禮拜也談到誰可以來投票 新北市來投 還是共僚金山附近的幾個鄉鎮來投 還是台北市加新北市投 還是台北市新北市加上基隆投 或者再加上宜蘭一起投 範圍到底多大 那些國民黨定調就是全國性一起投 那當然反對人士就是 你看他又是在耍手段 但是這是不是耍手段 還是說真的全國人民都會影響到 所以這個東西到底誰有權利投票 當然也是另外一個爭議的話題 這第二點 第三點 那文字怎麼寫 最近如果各位看到一大堆那種 臉書上各式各樣的那種模擬的文字說法 各式各樣都有啊 像我剛才所說的 你可能投票的這個主題就是 這個各式停止興建 贊成反對 或者是說在安全無疑的狀況之下 你是否贊成續建和四 大家也想安全無疑 所以你那文字還怎麼寫 誰來寫這個文字 是國民黨黨團來寫嗎 還是民進黨黨團來寫 可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寫法 誰來決定文字 當然如果現在立法院提案的話 連公投審議會員會都不用通過 好就直接可以來投票 那這個文字的擬定其實是至關重要 所以我該至少舉了 還有很多其他問題 我至少舉了三個問題 第一個多數決門檻是不是太高 這在現在吵 對不對 第二個投票的範圍 全國性還是地區性 第三個那個文字 怎麼樣來決定 所以我們說馬英九是希望 哎呀 何事吵了那麼久 乾脆用公投 讓一切事情就解決了 真的那麼容易解決嗎 我覺得就算投完了 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不是在吐他的吵 但是我覺得真的很困難 那當然也必須要朝野雙方 這真的要有誠意啦 如果真的就是一些太多的 政治的算計 只是為了自己的一些好處的話 其實就算投完了 我覺得這個結果還是很難能夠 讓其他的人能夠接受 還有得吵 我覺得 所以這個問題 我想同學們都可以自行來 針對問題來表示你們的一些關心 好 這是關於所謂的多數決的原則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第七個 代義政治的常見到的重要特徵 就是意義與不服從的原則 right of dissent and disobedience 請問節 進行為 這個原則 其實我們也是來看一個民主國家 常常會看到的原則 那麼在一個民主國家裡面 當然這個跟前面也有關係 我們所說的少數的意見 你要必須尊重 甚至一些少數的原則 都會在一些民主國家裡面 常會使用到 那麼當然我們是當作民主政治 甚至我們要服從多數 但是尊重少數 那尊重除了透過一些 少數學原則的設計之外 其實這個很重要 就是我們要容納少數聲音 少數的聲音 今天是少數 他可能明天是多數 然後更重要的是一個民主國家 我們也是要保障人類的基本權利 基本權利很重要的就是什麼樣 言論自由 集會結社自由等等 那麼也就是說 如果你對於多數意見 你是反對的 你有不同意見的 你可以表達 你可以透過你的方式來說服 甚至你認為 他的這個多數的決議 是違反了你所認為的一些價值 或者公平正義原則的話 你可以選擇不服從 當然是採取和平的手段不服從 而不是採取暴力手段 那麼往往暴力手段也是少數人 我們最後沒有辦法他所採取的一種手段 這是我們以後會談到一些其他的問題 那麼 所以說這種表達意義跟不服從的權利 往往也是我們來看一個民主國家的成熟度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越是民主的國家 我們越能夠讓一些表達意義跟不服從的權利 在這個社會裡面能夠被尊重 當然我們知道像在台灣過去 你要表達不同意見的話 往往會被視為對不對 叛徒啊對不對 這個是這個可是現在我們越來越可以接受 我們可以尊重或當然沒有說要欣賞 但至少你可以讓很多不同的聲音能夠展現 那整個社會這種氛圍會漸漸形成 當然更重要就像大學裡面 大學校園 大學校園裡面我們說 大學校園應該是最能夠尊重不同聲音的 讓學生老師能夠有不同意見表達的一個場所 對不對 所以我們時常說我們反對什麼警察進入校園 因為顯然會影響到這些東西嘛 所以我們能夠讓一些聲音能夠出來 彼此之間能夠了解他們在想些什麼 這是個民主社會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種價值 那當然這個東西也有他的一些理論基礎 跟實際的一些狀態 我們看一下課本上這邊所說的 那麼所以課本各位看到102頁的最後倒數第3行 這是跟我們剛才所說的少數權利是有關的 民眾必須有來抗拒這個政府的一些政策 如果少數人認為他是錯的 他是不對的 那麼他必須有這樣的權利來抗拒 當然最早提出這個東西的 是1776年的Thomas Jefferson 我們以前說過嘛 傑布遜的獨立宣言裡面提出來的 當然這是這個最早是源自於洛克的一些理論 對不對 如果說政府的所作所為是民眾不能夠接受的 人民有權利推翻他嘛 政府就是根據所謂的這個我們所說的這個契約論 對不對 政府的權利是我們給的 但是你政府不能夠為人民謀福利反而侵犯我們的權利的話 我們有權利推翻你 這是洛克的 從洛克到傑布遜所說的人民的推翻政府的 這個所謂天賦人權的這種說法 當然那麼再進一步的演化而來的話 像是各位看到103頁這邊談到的 那麼這個像是甘地 甘地那時候所領導的這種所謂靜坐 不服從的運動 那麼來抵抗英國殖民政府的在印度的不公義的一些行為 最後呢真的爭取到了印度能夠脫離這個英國而獨立 那麼甘地的這種不合作運動的話 就被視為是一個我們所說的 這種表達意義跟不服從權利的一種 一種這個展現 而另外比較重要的一個這個人物呢 就是美國19世紀的一個很重要的一位思想家 叫做梭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述 蘇勒這個人蠻有趣的 基本上他是個文學家 但是沒想到在政治的理論裡面 還佔有一席之地 那麼他是19世紀的人 他出生是1817年出生到1862年 那麼他主要是當時1846年的美墨戰爭 美國利用武力的方式 從墨西哥那邊希望多爭取領土 那麼1846年的美墨戰爭 被梭羅認為是美國政府 一種不公不義的行為 所以梭羅堅決的反對 用這種武力的手段 暴力的手段來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梭羅個人認為他堅持反對美墨戰爭 然後他也不願意像這個 他所認為不公不義的政府納稅 或在這個政府的生活之下 在這個政府的管轄之下生活 所以後來他就一個人 跑去了一個湖邊居住 叫瓦爾登湖 就瓦爾登湖 就瓦爾登湖 這個 然後呢他一個人在那邊一住就住了兩年 然後呢他也把他住了兩年 就是過了一個像野人般的生活 然後這個 智力更生 後來他把他兩年的經驗寫了一本書 就在1854年出版 叫瓦爾登湖 那瓦爾登湖 那麼有人翻譯成叫瓦爾登湖 那我們台灣比較流行的翻譯 翻譯成叫做湖冰散記 湖冰散記 那麼也因為他當時是採取非常自然的方式 這個在那邊生活了兩年 所以呢 很多人把他視為是環保運動的先驅 好 Anyway 從這個環保主義啊 從這個所謂的這個 當時他所謂的 他主要是反對美國 當時的這種 他認為不公義的行為 他另外有一本書 其實也是來描述他的這個內心的過程 跟他的一個主張 就是1846年出的這個 Servile Disobitance 就是公民不服從 當然這個名詞後來也是管為人所使用 就是 人們認為政府 真的所作所為是不公義的話 他們有這個反抗的權利 這樣子 那麼所以呢 他也成為我們所說的 在政治思想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 但是他當然他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散文家 從這個角度而言的話 這個湖冰散記 是一個非常著名的一個作品 那麼 所以說 像從梭羅到這個甘地 當然最早是從這個洛克跟這個 這個傑夫遜的這個契約論的觀點 一路下來 那麼後來當然比較 重大的實踐 就是1960年代 美國的馬丁路爾金恩博士 所推動的一些民權運動等等 那麼 就是說為了這個 所謂的這個 他們有這個表達意義 或者是所謂的這個 公民不服從的 這樣子的一種權利 當然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在一個比較 這個所謂的民主國家裡面的話 我們還是 應該能夠有這樣的空間 能夠容忍許多的不同意見的一些 這個表達 那當然如果說在一般的威權國家的話 這些權利的行使 將會受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些這個限制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看到的是103頁的部分 我們討論到的下一個代議民主的特徵就是 其實這個說起來也非常非常長 不過我想我們沒有太多時間討論 叫做政治平等 在民主國家裡面 我們回家看這個課本 那麼其實說 政治平等當然最基本的意涵 就如同課本這邊所說的 所謂的政治平等最基本的意涵就是 在民主國家裡面所有的成年人 當然這邊很值得我們王位的一句話 他這邊所謂的成年人是指的 多半就是18歲以上 都有平等的參與政治的這個機會 當然這就是我們所說的one person one vote 就最基本的最簡易的表達方式 一人一票 一人一票 當然在我們台灣從小念到大 事實上聽到一句話就是一人一票 票票等值 可是一人一票 是不是真的票票等值 其實這中間有非常大的學問 我們等一下會稍微加以說明 但是基本上我們所說的政治平等 最基本的一個定義 就是指的我們所說的普遍選權原則 叫做Universal Soverage 政治平等 最早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所謂的Universal Soverage 所以所謂的普遍選權原則就是指的 所有的成年人都應該有投票權 並且是一人一票 當然一般來說 這不曉得算不算另外一種普世價值 在台灣幾乎沒有人討論 一般來說什麼叫成年人 以年齡而言 絕大部分都是規定18歲為成年 目前全世界大概百分之八十幾的 全新數字因為在變動我不太記得 但是大概百分之八十幾的國家 投票年齡也就是成年的定義都是18歲 當然這邊我們可以來交換一下意見 台灣目前怎麼樣定義什麼叫成年 投票年齡是幾歲 二十 你覺得台灣這樣定義十八歲好不好 為什麼不好 看到一堆人在搖頭 18歲年少無知對不對 對政治了解不深 那二十歲呢 這很有趣 不然就說 哎呀18歲那是人家民主先進國家嘛 我們台灣民主還這個剛剛起步嘛 對不對 我可以告訴各位 百分之八十幾的國家耶 不是只有美國英國18歲耶 全世界絕大部分包含了 開發中國家都是18歲 並且我可以告訴各位 現在一個趨勢 逐漸逐漸很多的國家 像巴西這些國家都降成16歲 印尼17歲 你覺得印尼比台灣民主更成熟嗎 中國大陸也是18歲 它不是民主國家的專利 而是普遍的全世界的一個趨勢 你覺得其他那麼多國家 百分之八十幾的國家 那些18歲的人 都比台灣的18歲的人更成熟 更關心政治更理性嗎 還是只有台灣的小孩子特別不理性 當然我們台灣其實對於成年 也有一些不同的定義啦 在不同的法律裡面 我們的憲法 因為這是投票年齡定在憲法裡面嘛 我們的18歲才有投票權 對不對 那麼其他一些相關法律規定也不是很一致 比如說兵役法 兵役法規定的話起義就開始服役的年齡是18歲 是18歲 比如說各位高中 可能高三吧 滿了18歲之後就接到兵單 要去做身體檢查 然後你們讀了大學可以緩役嘛 對不對 你們不用了以後 大一 目前這一季也不用當兵了 哇 如此幸運 那麼 所以呢 以前我們就考慮說 一個18歲叫服役役了 就有這樣一個重責大任 要執干戈以位設計了 對不對 有這麼重大的義務 國民英進的義務 服役役 連最基本的權利都沒有 你連投票都不行 權利義務不對等啊 你為什麼規定18歲的人有這個義務 要保衛國家了 結果最基本的公民權利都不給他 權利義務不對等嘛 那民法的規定 刑法的規定 憲法的規定 兵役法的規定 對於所謂的成年這兩個字 其實定義都不一樣 好 這是一個就是台灣的法律上 對於成年的定義是看法不一樣 如果以憲法的投票年齡來看的話 我們投票年齡就是20歲 那18歲的人是不是真的不能夠投票 當然是見仁見智啊 歷年來 過去20年來 我教政治學 每次問的問題 台灣的年輕人 台灣的大一的學生 大部分都不認為台灣應該降低成18歲 很多老年人都以為說 哎呀年輕人應該爭取自己的基本權利對不對 年輕人應該都贊成 投票年降低18歲 然後反正老年人可能反對 老年人會擔心年輕人啊 不懂事啊 對政治不關心啊 等等等等 後來搞了半天是 年輕人自己都不願意 台灣大部分年輕人 十八九歲二十歲年前 都不認為降低18歲是應該的 那我們當然就沒話說了 對不對 好這是提供各位做個參考 我們只是說全世界目前的話 大部分的國家不只是民主先進 包含了大部分的開發中國家都是18歲 那當然我自己的看法是 但是以台灣目前的民主發展的程度 以台灣的教育水準 以台灣的通訊資訊的發達 等等各方面的條件而言的話 我們絕對是有資格 把投票年齡降低到18歲 讓18歲的人 當他已經要為國家 進某些義務的同時 也應該享有最基本的權利 權利應該是相等 但是這一點似乎在台灣 並沒有得到太多人的支持 這是我們的一個觀點 好這是關於所謂的普遍選權 但是所謂的政治平等 就是指每一個人 要有基本的權利來參與這個政治 但是事實上我們知道 剛才所提到的one person one vote 一人一票 但是是不是真的每下投票這一票 真的是平等 達到政治平等 當然這中間有非常多的政治學 值得思考的問題 第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就是我們剛才第一堂課所談到的 Jerrymandry 潔力榮源 潔力榮源的結果會讓怎麼樣 讓很多人表面上你就是投一票嘛 我沒有撥到你投票權啊 可是你每一票所代表的意義就是不一樣的 你沒有辦法得到票票等值啊 所以這是潔力榮源所產生的一些效果 當然我用一個更明顯的一個模型 再來給各位看一下 所謂政治平等之間的一些關聯性 其實我們剛才已經談了蠻多 我們這邊就不要太重複 很快的講過去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來說 以前我在美國念書的一個城市 叫做奧斯丁 他可能要選出三個議員 那在最早呢奧斯丁的城市 大概六七十萬人口 他大概選出三個議員化成這樣子 第一選區 第二選區第三選區 奧斯丁這個城市呢 這兩個很主要的幹道 這個叫I-35 35號洲際公路 35號洲際公路呢 是從民運蘇達一直到墨西哥 整個橫貫美國 非常重要的高洲公路 也經過奧斯丁市 在35號高洲公路右邊的 這是所謂的奧斯丁傳統的黑人區 那這邊是白人區 白人區 然後這是一個拉罵布魯瓦 一個很大的一個一條公路 所以如果說換了三個選區 選三個議員 一般的狀況就是白人 白人 黑人 對不對 好 這個人 這個城市呢經過若干年 我們所說人口增加了 六七十萬增加到八九十萬 選區劃分多一個議員 多一席 請問多一席怎麼畫 那有人提出來建議說 我們過去是按照公路這樣畫 換成三個選區 現在多一席嘛 對不對 也不可能再怎麼畫 所以我們改變方式 這邊正好幾條重要河流經過 我們按照河流來畫好了 變成一二三四 人口相當 第一選區 第二選區 第三選區 第四選區 投票結果 大家突然發現 怎麼選出來四個都是白人 黑人議員不見 這符合我們所謂的政治平等嗎 one person one vote 有違反嗎 沒有啊 黑人投啊 照相投啊 一人一票啊 好 各位了解意思嗎 什麼叫政治平等 難道就只有一人一票就叫政治平等嗎 那是政治平等最低的一個定義 像以這個例子來說 黑人的代表性 無形中 在gerrymandering的狀況之下 就不見了 沒有對不對 universal sovereignty嘛對不對 普遍選權原則嘛 一人一票嘛 黑人投票權力完全沒有受影響 但是黑人代表性無形中就不見了 這是不是叫政治平等 所以我剛才說的一人一票容易 票票等值彈劾容易 當然這種話 這是一個很戲劇化的方式啦 當然事實上不可能這樣 那黑人要吵死了 他們真的要抗議了對不對 那採取這個少數的抗議行為 甚至採取暴力行為 因為他們代表性不見 也因為如此 請注意 這當然我就談到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呢 在美國1965年通過一個法律 其實這個台灣未來可能都要討論的問題 1965年呢 美國曾經通過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法律 叫Voting Rights Act 叫投票權力法 這個投票權力法有一些對於 專門對於這種少數族裔 一種特別的保障 當然這是對於保守黨人士 對保守派人士非常非常反對的 所以在各州的實踐上 我們一直到 我如果各位注意到新聞的話 像到去年的總統大選 各州還會用一些層出不窮的各種方式 來試圖來阻撓一些有色人種的投票等等 那麼投票權力法裡面就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他們提出一個新的概念 叫做Affirmative Genuementry 我們知道呢 如果各位了解一些狀況的話 像我們都時常聽到一些Affirmative Action 對不對 像美國的話有一些就是這種 為了要平等的一些原則 比如說像美國的話 一些Affirmative Action 比如說你要找人 你要徵人的話 不能因為他的性別 族群 宗教的關係 而來做一些歧視的待遇 這種反歧視的東西 然後在投票權力法裡面 甚至有一種選區劃分 還要求Affirmative Genuementry 我們說Germanagement在過去國 我們帶過我們往往都是負面的意涵 而Affirmative Genuementry是什麼 就是他會如果發現像這種狀況 一些少數族裔 他們的代表的民意代表的這個比例 不足以反映他們的人口比例的話 政府必須要採取行動 能夠來讓他們的人口比例 充分地反映在國會裡面的席次比例裡面 當然不是百分之百完全一樣 但是至少要有一些行動來做 所以在美國會產生一些什麼樣的狀況 最有名的像我們看到一個 北卡羅萊納州 它有個選區長成這個樣子 這是非常有名的叫Dogbo 叫做狗骨頭選區 選區長得像狗骨頭 為什麼呢 這是一個很著名的Affirmative Genuementry的狀況 你覺得怎麼樣的情況呢 事實上這個選區是這樣子 他們說這是黑人區 或者說少數族裔啦 這個比如說波洛迪哥 或者什麼樣都可以 黑人區 他們其實分屬是兩個不同的城市 假設這個城市要選出一個眾議員 這個城市要選出眾議員 其實黑人在這兩個選區 在兩個城市裡面都是少數 他們在這裡面永遠選不出黑人的代表 所以呢在選區劃分的時候呢 刻意的把這兩個 分屬於兩個不同城市的黑人選區 中間假如說這是一條高速公路好了 沿著高速公路把兩個選區結合在一起 刻意的把這兩個選區 把這兩個分屬於兩個不同城市的 兩個黑人選區畫成一個選區 而讓他們選出來的會產生一名黑人的議員 所以這個叫做Affirmative Gerimentary 當然一些這個像美國的共和黨就反對嘛 說你們這樣搞得走口入魔搞得太過分了 這個這樣子的話 有時候考慮太多因素反而變成選區劃分奇奇怪怪 所以這個情況 這個所謂的Affirmative Gerimentary的話 在美國從1965年之後仿然成為一種 比較具有正面意涵的一種選區劃分的方式 當然台灣我們說過可能未來也會面臨相同的一些狀態 比如說我們剛才提到像是這個屏東 屏東六堆客家客家人的區域 你要把他們客家人區域要化成同一個選區 還是把六堆地區 或者說高屏美農的地區的一些客家人 分屬不同選區 跟閩南人的多數社群放在一起 那這樣子的話可能客家人的代表就選不出來了 就沒有客家人的立法委員 你會發現台灣假設客家人15% 在立法院裡面客家人的比例實在是偏低 你要不要某一些選區 你把比如說把一些客家人的一些聚落 把它化成同一個選區 儘管他們在區域上不見得是合在一起的 就這一種所謂的Affirmative Gerimentary 或是說台灣有可能外省人的第二代 過去的眷村很龐大的眷村區 現在可能被割裂成分屬不同的選區 所以外省人的代表以後都沒有了 台灣立法院裡面什麼什麼 外省人的比例越來越低 不足以反映他們百分之十幾的代表性 那你要不要把他們的話成同一個選區 類似這種狀況 當然現在原住民的話 已經比例已經超過他們比例了 那現在是六名嘛 但是那是另外特別的一些考量等等 但是像這種問題的話 都是我們說的 跟我們所說的政治平等有關 所以這邊只是告訴各位 什麼叫政治平等 不是說只有藝人投下一票就了結了 政治平等就達到了 其實怎麼樣達到票票等值 怎麼樣能夠讓各種不同的四級團體 他們的代表性 在這個所謂的代議政治的國會裡面 能夠充分的展現 當然不是完全相等 但是至少能夠有一定的一個比例的 一個符合性 其實這都是很多國家在思考的問題 當然像這個問題 Affirmary Gerry Mandry Voting Rights Act 一直半個世紀到了今天 美國反對的聲音還非常非常大 但是我們只是提出這樣觀點 提供各位做個參考 政治平等 就算是美國要達到都很困難 什麼叫政治平等 它是涉及到一些非常細微的 非常精緻的一種政治制度的設計 它不是只是大家投下一票就算了 所以這個政治平等的話 其實可以討論議題非常非常的多 當然在台灣現在 我們也越來越多的 對於少數族群的一些關切 很多東西也牽涉到一些關於 政治平等的一些相關的議題 好 那接下來 我們下一個要討論到的議題 就是所謂的大眾諮商 或者是人民諮商原則 民主政治或待遇政治呢 另外一個時常會被提到的重要特徵就是 所謂的 popular consultation 那麼 consultation這個字 其實在我們台灣所使用的比較少 然後也不是那麼好翻譯 所以我們無論是翻譯成人民諮商 大眾諮商 好像跟我們一般灌常使用的語言 不是那麼的契合 所以它的意義比較難了解 其實很簡單 所謂的大眾諮商它的意思呢 簡單的說 就是政府在做任何決策的時候 它必須要符合多處民意 它任何的決策 它必須要了解到民眾 對於這個決策的意見 它必須有管道 有方式能夠來獲知民眾 對於這個重大決策的意見為何 再一個層次就是 除了它要獲知民意 對這個重大政策的意見之外 它必須要依照多數的民意 來制定政策 這就是所謂的 popular consultation 人民一般的 popular population它要consult 在這個 decision making process裡面 當然我們常常說 像我們現在的政府 很多人在批評它 可能在大眾諮商裡面表現的是 有改進的空間 很多重大的政策在制定之前 並不見得能夠充分的了解民意 掌握民意對於這個政策的一些意見 就算從某些管道獲知民意 它是不是真的按照多數民意 在制定政策 當然這都是可以有一些討論的空間 像江念閣上來之後 他就說 我們任何重大政策 要先做民意調查 甚至要先跟民嘴溝通 這點都蠻奇怪的 那麼 可能無論如何 就是你必須要獲知民意 當然或是李登輝過去常講的 叫做民之所欲 常在我心 對不對 要有所回應 你必須要知道民意是所在 並且你必須要對民意有所回應 而不是光知道了就算了 你要有回應 回應在政策的制定過程裡面 這是所謂的大眾諮商原則 那還有最後一點 我們今天還是沒有講完 那我本來希望今天把它講光的 那我們就在下一次上課 把這個部分做一個結束 然後呢再進入到這一張 我們大概三個禮拜 大概下個禮拜就會把 這個第六章結束 然後進入到第七章的討論 我們大概預定這一張 大概三個禮拜把它結束掉 好那我們大概今天就討論到這個部分 我們下課 我會講到這個部分 給你們我講完 大家好